霸天五魂 第4441章 灵霄遭遇事无拒 作者 千里牧尘 不 我感觉少主很认真 可是正因为如此 才有些担心啊 赤霄不光是赤阳圣主的儿子 而且还是法主亲爱的天才少年 据说 法主已经收他为关门弟子 杀了他 得罪了法主的话 法主与玉兽将军联手 再加上赤阳圣主 这可是三个神体竞强者啊 斗不过的吧 江南虽然知道不该说这样的话 但却必须得说 在人们热血沸腾的时候 必须得有一个人懂得泼凉水 懂得冷静思考 这点可以放心 我们这边也有人 霸刀圣主冷冷道 我已经联系我大哥 他不会对此做事不理的 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去很快 十强赛的十个人再度齐聚 说起来也是颇有些有趣 明明十枪赛的十个人 有好几队都是死敌 反而第一场对决 竟然没有一人惨死或者被废 就连杀破狼那一位必然会被废的家伙 竟然也完全恢复了 这实在就是个奇迹啊 至于之前发生的事情 虽然很多人不敢吭声 但对玉兽将军 以及黑魔牙所做的事情 却是非常不齿的 赤霄依然是一如既往的淡定与神秘 黑魔牙则是阴侧侧的看着灵霄 他是多么期待下 一个对手就是灵霄啊 这样的话 就有机会将灵霄干掉了 至于失无惧 则闭着眼睛休息 这三个人 都是灵霄之前发誓要杀的人 他们对灵霄的仇恨 自然也达到了极致 不过灵霄当然不会在乎 不管对方恨他也好 不恨也罢 他都是要将对方给干掉的 这一点不会改变 黑魔牙似乎还是不敢相信 杀破狼竟然没事人一般 又来参加黄金战了 但不相信又如何 他也不可能再遇到黑魔牙了 一个小时前 我们结束了第一场对决 排名玉璧之上 十名舞者的积分一目了然 不过 本将军现在要说的不是这个 而是另外一件事情 法主回来了 从黄金城而来 带了法指 与本将军一起主持着黄金战 此言一出 人群立即哗然 法主 那可是神秘无比的人物 戒律圣城的最强者 甚至很多人根本没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 都说法主有三种分身 三个样子 平常混迹于人群之中 只有战斗的时候 三种分身才会合一 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模样 法主是一个传奇 更是无数人崇拜的对象 他的出现 的确是激起了一片的欢呼之声 灵霄看向了裁判席上 果然多了一人 此人乍一看 还以为是普通人似的 一身大红袍 虽然惹眼 可跟实力没什么关系 那长相也很普通 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中年大叔 可是真正了解他的人 都知道他有多么可怕 赤火老祖 清廉贱女和赵风云的脸色 都有点变了 这个人出现 会很麻烦 身为赤霄的师尊 法主肯定会偏向赤霄的 灵霄有麻烦了 法主用深邃的目光 看向了灵霄 那一瞬 灵霄感觉自己 好像被黑色的漩涡 吸进去了一般 拼命挣扎 不过这种感觉 仅仅只是片刻而已 霸天武魂的强悍 可不是法主能够对付的 很快 他就恢复了清明 冷漠地 看向了那个中年男子 普通只是他的掩饰 他很强 很可怕 但就算如此 灵霄也没什么好畏惧的 有点意思啊 法主发现 自己的威压 竟然被灵霄挡住了 不由笑了笑 很久都没发现 这么有趣的孩子了 若不是 因为灵霄得罪了他的徒弟 甚至基本上毁掉了戒律盛成的信誉 他还真想收着孩子为徒呢 先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吧 法主收敛了气息 冲人群挥手示意 粉丝效应就是可怕 现场的热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种热情之中 新的对战终于开始 这一次抽签的 正是法主 随意将手一挥 两个蜜蜡飞了起来 在半空中 蜜蜡破碎 露出了里面的纸条 纸条却没有半分损耗 上面写着两个人的名字 高深 杀破狼 竟然是这样 众人苦笑一声 都觉得有点无聊 谁都清楚 高深和杀破狼 都是灵霄的好友 这两个人遇上了 也绝对不会拼得你死我活的 这场战斗 注定了没办法精彩了 灵霄倒是没觉得 有什么意外 抽签如果不作弊的话 谁和谁都可能遇上 高深遭遇杀破狼 也很正常啊 我还是认输吧 高深苦笑一声 杀破狼的实力 他之前就见识过了 如果是敌人 他想磨练磨练 可既然是朋友 就没必要浪费真元和体力了 这第一战 很快结束 杀破狼 再度恢复到了一分 高深则已经是负数两分了 没办法 第一场遇到了赤霄 实在打不过 第二场却遇到了杀破狼 还是打不过 再加上又是好朋友 认输很正常 赤霄可是十圣子第一 杀破狼 也是十圣子第二 高深败给他们 并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 第二场对决 赤霄对东伯秀玉 我认输 东伯秀玉直接认输了 赤霄的强大 他也见识过了 对方又是极为心狠手辣的存在 他可不想落下残疾 或者消耗太大了 第三场 白云锐击败了凤英 战斗过程中 也体现了白云锐的强悍 不过这丝极为狠辣 若非凤英趁早选择了投降 被传送离开 一定会被白云锐 在大庭广众之下给糟蹋了 这种事儿 白云锐以前就干过 再干一次也不奇怪 第四场 黑磨牙轻松击败天海风 淘汰赛阶段 这两人就遭遇过 而金黑磨牙却变得更强 天海风被击败也很正常 最后一场 灵霄对诗无拒 再度让现场的热情燃烧了起来 抵不住了赤霄 黑磨牙 这小子是我的了 诗无拒兴奋地跳上了擂台 终于遭遇到了 他最想杀死的人 在第一关的时候 他与灵霄两次相遇 却两次遭到了戏弄 还受了伤 他可还记着这一点呢 灵霄 你可要好好干呢 我可等着你来杀我呢 哈哈哈哈 黑磨牙狂笑了起来 或许在他看来 灵霄连诗无拒这一关都过不了了 还想来杀他 那纯粹就是做梦 忘不了 灵霄很认真地回答了一句 收拾了诗无拒那条爬虫 接下来 就该轮到你和赤霄了 咱们迟早会遇到的 到时候可千万不要跑啊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4442章 诗与虎碰撞 作者 千里牧尘 擂台之上 灵霄终于迎来了 自己要面对的第一个生死 大敌诗无拒 诗无拒也不废话 直接释放武魂 融入己身 他的武魂就是狮子 融合之后 双手化作了锋锐的爪子 闪耀着危险的寒光 任谁都知道 这玩意儿不好对付 灵霄 你一定会死得很难看的 好 一声嘶吼 尸无拒宛若狮子一般 咆哮窜出 身影快得出奇 甚至瞬间消失不见 下一刻 已经来到了灵霄的身前 很显然 他擅长的是近身战斗 双手宛若狮子的爪子一般 直接抓向了灵霄的咽喉 风锐的爪子 释放出阴森恐怖的气息 要将灵霄撕裂成碎片 力找度极快 威力也是极大 一旦被抓住 那身上肯定会被撕掉一块血肉的 严重的 甚至当场就要惨死 灵霄太傲慢了 他惹恼了事无拒 这下子必死无疑了 很多人都这么想 因为事无拒的表现 比之前的战斗中都更加出色 更加厉害 显然在休息的时间里 事无拒得到了高人指点 那个高人 不用想都知道是玉兽将军 灵霄没有去理会人群的议论 感受着事无拒那丰锐的爪子袭来 他的眼光一如既往的淡定 狮子武魂吗 终究只是普通的兽武魂而已 今日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兽神武魂 阴阳骤光虎兽魂变身 用对方最擅长的办法击败对方 这绝对是最能打击人的战斗方式了 下一刻 灵霄双手齐出 没有后退 也没有躲避 风锐的爪子迎了上去 简直就像是两头妖兽在战斗一般 一边是狮子 一边是猛虎 哄 猛烈的撞击之声传出 两人的身体一触击分 而后各自退了几步 看起来是旗鼓相当的局面 但实际上 狮无拒明显吃了个暗亏 他的肉身强度可不如灵霄 坚韧的爪子之上 竟然出现了几道划痕 要知道 他这爪子可是坚硬如铁一般 居然会被抓伤 狮无拒眉头紧皱 灵霄最擅长的 难道不是剑法吗 为什么肉身也如此强悍 灵霄没有受伤 不过狮无拒的确是个强者 这一次撞击 搞得他虎口麻 仿佛要裂开一般 这家伙 力量还是真够强大的 难怪那么张狂 灵霄心中暗道 就在此时 狮无拒做出了一个 奇怪的攻击姿势 阴森地看着灵霄道 没想到你还真有两下子 不过 这依然改变不了 你要被我杀死的命运 说话间 他的身上 骤然释放出金色的光芒 那光芒 竟然凝聚成了狮子的模样 令他本人看起来 就是一头金黄色的狮子 那眼神之中 充满了恶毒 杀戮与邪恶 让人感觉到战力和恐惧 杀 骤然 尸无巨动了 空间之中 浮现出无数道残影 金光也在那一刻大盛 仿佛又无数头黄金色的狮子 扑向了灵霄 整个擂台之上 都是狮子和爪子 真真假假 完全无法分辨 高深和杀破狼都很紧张 战魂盟的所有人都很紧张 因为灵霄的输赢 牵扯到了战魂盟的未来 他若是输了 那就糟了 灵霄并未让他们失望 他们的大圣主 并没有就此落败 那一刻 灵霄也化作了残影 与世无巨在擂台之上疯狂碰撞 两道残影度极快地撞击在一起 杀得难分难减 不过每一次碰撞 世无巨的眉头都会皱一下 显然看起来势均力敌的碰撞 实际上却是世无巨斥暗亏 灵霄不仅身法出众 肉身更是强悍无比 再加上处在骤光虎兽魂变身之中 他的身形简直宛若一道道光芒一般 狮无巨想要捕捉到他 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一声怒吼 从狮无巨口中传出 很显然 他怒了 无尽的狮子虚影 竟然融为一体 化作了一头巨大的黄金狮子 恐怖的巨爪 从虚空之中探出 三十一更新快 整个擂台都被这巨爪包裹 除非灵霄选择跳下擂台 否则的话 根本不可能躲开这一击 哼 终于要结束了 灵霄 终究还是不如老牌强者事无巨 他的特点 是度够快 但擂台对战 他的度并不能完全灰 死定了 玉兽圣主冷笑了一声 看着那巨大的黄金狮子 挥舞着爪子 拍向灵霄 事无巨的表现 他非常满意 这才是他的儿子啊 大圣主 霸刀圣主紧张地站了起来 他对灵霄了解甚少 所以此时最紧张的 反而是他 而赤火老祖 青莲贱女和赵风云 反而一脸地淡然 如果这么容易就被击败 灵霄还是灵霄吗 可以毫不会言地说 就算他们被杀了 灵霄都是不可能死的 这家伙不仅实力可怕 存活能力更是惊人 谁想要他的命 那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灵霄的身影被巨大的爪子笼罩 事无巨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 得意 狂喜 然而下一刻 事无巨的脸色骤然变了 灵霄的身后 浮现出一条神龙的虚印 神龙张口喷吐龙溪 寒冰龙溪释放 金黄色的爪子 被寒冷的气息包裹 变得越来越慢 最终竟然冻结成了冰块 咔嚓 随着灵霄一爪拍出 冻结的黄金爪子 瞬间碎裂 啊 事无巨爆出了歇斯底里的 惊人惨叫之声 那黄金爪子消失的一刻 事无巨的右手 也受了严重的伤害 冰冷的洞窗不断产生 一张脸惨白如纸 身上就像是 披了一层白霜一般 此时的灵霄 宛若若神一般 站在虚空之中 冷漠地看着下方的事无巨 他甚至不用剑法 就可以将事无巨击败 只因事无巨纯粹 就是个肉身强者 而他 擅长的也是肉身 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心头 都是剧烈颤抖起来 灵霄会死 失无巨会赢 真是个笑话 灵霄真得是一战成名啊 今次黄金战之后 怕是三千圣城之中 对他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是啊 真的好霸气 好威风 人们看着灵霄的样子 由衷地赞叹 那兽神武魂 果然不愧是玄武大六上 极为稀有的武魂 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也是惊人的可怕 霸刀圣主 尝出了一口气 重新做了回去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4443章 神缘对决 作者 千里牧尘 霸刀圣主知道 自己有些启人忧天了 身旁那几个人的 淡定分明 就说明了 灵霄的能力 绝不止于此 你还有什么手段吗 灵霄讥讽地看着诗无巨 就像是在看一个 跳梁小丑 我一定要杀了你 杀了你 诗无巨感觉自己 被人嘲笑了 被人看了笑话 他非常不爽 脸色已经阴沉到了极致 到现在 你也没有看出 自己的命运 实在是可悲啊 我说过 要在这擂台之上 将你杀死 如果不想死的话 那就投降吧 我可以看着你这条 可悲的小狗 走出擂台 灵霄自然是故意这么说的 诗无巨这种人 脑子比较简单 你越是刺激他 他就越是 不可能退出 哈哈 你想杀我 诗无巨狂笑了起来 不过稍微占了一点便宜而已 你就以为能击败我了吗 你知道 十大圣城最大的倚仗是什么吗 就是因为我们强大 我们拥有足够多的资源 而你没有 罢了 就让你这个香巴老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神缘 神缘 神缘不是神体进武者 才能凝聚的力量吗 类似于真缘 但却比真缘要高级的多 强大的多 一般而言 只有碎丹之镜武者 才可能凝聚出一丝神缘 这还得是妖孽才能办到 普通的武者 根本就不可能 不管别人信不信 诗无巨已经释放出了自己的神缘 他的右手 有一团急促的小型龙卷 龙卷只有半尺左右 但是却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可怕能量 真得是神缘 而且还是风系神缘 这真得太可怕了 原来这才是诗无巨的底牌啊 为了让诗无巨取胜 玉兽将军 竟然连这么可怕的东西 都赐予了他 而灵霄也是够厉害的 居然把诗无巨这样的底牌逼了出来 然而现在 灵霄怎么抵挡 这神缘 可不是谁都能拥有的 玉兽将军 可以赐予诗无巨神缘 谁来赐予灵霄神缘 毕竟 无论赤火老祖 青莲贱女 还是赵风云 都不是神体竞强者啊 只有神体竞强者 才能自由运用神缘的 可惜了 太可惜了 灵霄终究还是其差一招 虽然就算这样输了 也不算丢人 但真的是太不值了 太可惜了 大圣主不准备认输吗 霸刀圣主 看向赤火老祖问道 霸刀圣主 安心看着吧 赤火老祖笑道 就这点小把戏 不算什么 开玩笑 灵霄可是杀过真正的神体竞强者 区区一串神缘之力而已 难道还能抵挡不住 正如赤火老祖而言 灵霄有许多种方法 都可以挡住这神缘之力 所以 他一点都不担心 甚至目光之中 没有丝毫的惊讶和紧张 从一开始 都是你在攻击 我在防御 那只不过 是我想看看 你有几分本事而已 现在看来 你也不过如此 所依仗的 就别别人赠送给你的 这可怜巴巴的一点神缘而已 现在 我要攻击了 灵霄轻蔑地看着诗无惧 这个诗无惧 的确令他失望 他以为对方的底牌是什么 结果居然是这种东西 他要攻击 什么意思 难道他还有能够抗衡神缘的攻击不成 很多人都愣住了 按理说 遂丹之境以下武者 遇到拥有神缘之力的人 要么认输 要么就只能是疯狂躲避 躲不开 就得死 在很多人不理解的目光之中 灵霄向前跨出一步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步 这一步跨出 一股闭腻天下的霸道气息 轰然释放 扑向了诗无惧 那一瞬 诗无惧竟然感觉自己 好像面对的 不是一个天单静舞者 倒更像直接面对神体静的强者 那种威压 实在是太可怕了 神缘吗 我也来试试 哄 空间之中 有恐怖的能量在凝聚 片刻之后 灵霄的双手之中 有两团炽热的火焰 在疯狂咆哮 火焰呈现出黑色 浓郁的黑色 看得人心机非常 火焰的光芒 令人不敢直视 火焰的热量 令人感觉难受 火系神源 不 不单纯是火系神源 似乎还有黑暗系的神源夹杂其中 这不可能 所有人都愣住了 玉兽将军 法主 赤阳圣主等 都忍不住站了起来 他们见过了太多的少年天才 可是像灵霄这样 每一次都能够给人惊讶 给人惊喜的 却是从来也没有过 这个人 难道就没有极限吗 诗无巨拥有风系神源 而那点神源 还是来自于 玉兽将军的赐语 灵霄竟然掌控了火系神源 和黑暗系神源 而且这股总量 可比世无巨要多得多 这场战斗 真得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真是个变态 人们摇头苦笑 更多的人开始暗暗在心中支持战魂盟 尽管他们还没有公开加入战魂盟 但是 无论灵霄的为人还是作风 都让他们佩服 这些年 很多人被戒律圣城压制着 早已经都不耐烦了 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此时 擂台之上 灵霄淡淡看着诗无巨 明白了吧 你就是一只可悲的井底之蛙 你以为 只有你拥有神源 所以把他当成了最后的希望 但是在我看来 神源也不过就是一种能量属性而已 强归强 但用到你这种庸俗之人手里 依然发挥不出什么效果 灵霄叹了口气道 玉兽将军 为了让你取胜 可谓费尽心机 甚至不惜赐予你神源 今天 我就让他看看 他的努力 是如何毁于一旦的 灵霄的话 让诗无巨羞愧 而且暴怒 他在愤怒之中 丧失了思考的能力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这是灵霄故意说出来的话 就是不想让他投降 灵霄要的是 他死 他若不死 只是赢了 意义真得不大 诗无巨 投降 玉兽将军的声音 响起 阵龙发聩一般 然而就在此时 灵霄的身影消失了 一团漆黑的火焰 从天而降 似乎要将眼前的一切 都给焚毁 这只是普通的火焰 并非一火 也不是鲜火 只不过融入了 巨魔王的神源 所以 威力才会变得极为强大 诗无巨想要投降 可是却发现 自己竟然连话 也说不出口了 整个人都在颤抖 嘴角用不上力 心神惊惧不已 他只能拼命催动 那可怜的一丝神源 来抵挡灵霄的攻击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4444章 杀师无惧 第一圣子的强悍 作者 千里牧尘 火焰的光滑 犹如赤羊一般刺眼 蕴含毁灭与灼热的气息 让人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 那一瞬 师无惧竟然生出了一种绝望 想要接受这悲剧的命运 不 不能死 我不能死 此时的师无惧 喊不出投降两个字 或者说 即便他喊出了投降 也没有任何意义 灵霄的攻击 根本不可能停得下来 给我挡住啊 咆哮的风属性神源 终于释放了出去 那是一头凶猛无比的狮子 掀起了一阵阵的狂风 令观众都看不清 擂台之上的变化 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声音 响起 所有人的心 都被提到了嗓子眼 那种感觉 真得不舒服 很不舒服 哄 火焰撞击在狂风凝聚的 狮子之上 那狮子发出了悲哀的咆哮声 已经不能抵挡 身体也在节节碎裂 投降 我要投降 施无惧终于拼命喊出了这句话 然而他惊恐地发现 自己并没有被传送离开 投降 你想得到美 灵霄讥讽道 我说够了 要杀了你 你就得死 传送的那点把戏 只要能够屏蔽声波就行了 你就认命吧 认命 不 我不能认命 我还年轻 我不想死啊 施无惧从来就没想过 有朝一日 自己竟然会求饶 而且是非常卑贱的求饶 他的性命 被自己痛恨和瞧不起的敌人 掌控在手里 简直就像是命运 给他开了个玩笑 我可是御寿圣城的人 御寿将军的私生子 你敢杀我 到了这一刻 施无惧已经顾不得许多了 将自己的秘密 尽数都暴露了出来 他希望可以威胁到灵霄 希望灵霄可以看在 御寿将军的面子上 放他一条生路 白痴 你想杀我的时候 可曾想过 现在会被杀 御寿将军又如何 御寿圣城又如何 他们都救不了你 说话间 炽热的火焰 已经包裹了失无惧 擂台之上 恐怖的火焰 在不断燃烧 人们嗅到了刺鼻的味道 灵霄 你敢 擂台下 御寿圣主虽然看不到发生了什么 但却能感觉到 他感觉到 失无惧危险了 我有什么不敢 灵霄的冷笑声传了出来 狂风散尽 人们看到了火焰之中 挣扎的失无惧 失无惧的眼中 竟是绝望与悔恨 他以为自己是御寿圣城的人 他以为自己背后 有御寿将军撑腰 所以 平日里横行无忌 谁也不放在眼里 从来就没想过有人敢杀他 然而终究在这一天 他遇到了敢对他狠下杀手之人 灵霄的心冰冷无比 炽热的火焰终于将失无惧烧成了灰烬 而这一幕 所有人都看到了 御寿将军无法忘记 失无惧临死前的表情 表情之中透着惊恐 透着后悔 透着绝望 就这么死了 御寿圣城的天才 失无惧 十圣子排名第四的失无惧 竟然被灵霄活活烧死 从头到尾 他甚至都没有真正伤到灵霄 被压得死死的 这样出人意料之外的结果 让无数人目瞪口呆 难以理解 战魂蒙的舞者看着灵霄 看着他们的大圣主 都透出了敬畏与崇拜 这是一个多么霸气 多么骄傲的男人啊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杀你 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有什么身份 都得死 御寿将军 该宣布结果了吧 灵霄讥讽地 看着御寿将军 你是总裁判又如何 除非你不顾黄金战的规矩 发起战争 否则 你也只能强忍着痛苦 来宣布我的胜利 御寿将军的脸色 黑如锅底 他的情绪 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 毕竟失无据是他的私生子 这一战 灵霄设 戒律圣城法主的声音 响了起来 这声音 让御寿将军 瞬间恢复了平静 黄金战绝对不能破坏 否则罪过就大了 他可以杀灵霄 为自己的儿子报仇 但绝对不能耽搁了黄金城的大笔 这场对决结束 积分战第二轮也是正式结束 按照规矩 一个小时之后 便是第三轮对决开始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期间并未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 第三轮的对决正式开始 这一轮 灵霄一上来 就遇到了高深 没什么好说的 高深直接认输 赤霄击败了凤英 黑魔牙击败了白云锐 杀破狼击败了东伯秀玉 天海风轮空了 少了一个失无据 轮空也变得很正常了 这一轮的战斗 其实没什么亮点 除了黑魔牙和白云锐 打得比较精彩之外 其余的战斗 要么对手直接认输 要么就是一边倒 人们更期待的 反而是第四轮战斗 然而第四轮的情况 同样不尽人意 灵霄第一个出场 遇到的对手是杀破狼 杀破狼主动投降 并非因为灵霄救了他 而是因为他知道 自己不是灵霄的对手 与其浪费双方的体力和真援 还不如干脆把精力 用在接下来的一场战斗之上 赤霄轻松战胜白云锐 保持全胜 黑魔牙战胜东伯秀玉 保持全胜 天海风赢了高深 凤阴轮空 至此 全胜的舞者只剩下 灵霄 赤霄和黑魔牙 第五轮 观众们厌烦的情绪 已经达到了极致 而偏偏这一轮第一场战斗 就将他们的情绪 再度点燃了 灵霄甚至怀疑 这抽签 是不是早就安排好的 这场战斗 是十胜子排名第一的赤霄 与十胜子排名第二的 杀破狼之间的战斗 之前杀破狼 输给了黑魔牙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那黑魔牙 用了违规的方法 胜之不武 所以 这场战斗 才是真正能够看出 杀破狼战斗力的 观众们都很激动 看够了一边倒的战斗 他们很希望看到 精彩绝伦的对攻 就算杀破狼不如赤霄 应该也可以在一百招之内 与赤霄不相上下吧 然而 事实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一招 赤霄仅仅用了一招 就让杀破狼认输了 太强了 这才是赤霄的真正实力吗 他这分明就是 在向灵霄宣战呢 这两个人 究竟谁更强一些 很快就会知道了 是啊 越到最后 这两人交战的可能性越大 人们忽然间更兴奋了 强强对话 才是观众喜欢看到的 而且 观众喜欢未知的结局 可不喜欢一眼就看到 结果的战斗 那太无聊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4445章 最后两场对决 作者 千里牧尘 就算中间这些战斗 稍显无聊 可越到最后 战斗就会越发精彩 这一点肯定是不会变的 杀破狼及时认输 并未受到太严重的伤害 刚下台 他就对灵霄道 赤霄那家伙 不仅是遂丹之境武者 而且 他似乎掌握了一门可怕的神迹 我能感觉到 那神迹的强悍 所以提前认输了 你一定要小心 杀破狼被灵霄救过一次了 所以这一次不想冒险 再浪费灵霄的真远 察觉到不对 就提前认输了 这也让赤霄有些郁闷 没能重创杀破狼 他可是感觉很不得劲呢 明白 灵霄笑了笑 抬脚走上擂台 他的对手 是白云锐 这也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对手 十圣子排名第三 灵霄很不喜欢这个人 不过彼此之间并无深仇大恨 所以也就没太过下狠手 然而 他是手下留情了 可白云锐却没有 这次在十招之后落败 竟然利用卑鄙无耻的方法 诈伤偷袭 可惜 他面对的是灵霄 灵霄根本就不给他这个偷袭的机会 先一步将他的内担击碎 再杀一人 至此 十强只剩下八个人 两个都是被灵霄给干掉的 一个失无据 一个白云锐 接下来的战斗 高深赢了东伯秀玉 拿下了自己十强赛的第一场胜利 凤英战胜了天海风 也算是发挥正常 黑魔牙则幸运轮空 而下一场 人数将变成八个 也不会再有人轮空了 除非还有人会被杀 第六轮 灵霄遇到了天海风 自然也是稳赢 天海风甚至没有战斗的意思 直接就选择了投降 赤霄对上了黑魔牙 这是两个保持全胜的武者之间的对决 最终 赤霄以非常微弱的优势 战胜了黑魔牙 也保住了自己第一圣子的美誉 击败黑魔牙的那一刻 赤霄以挑衅的目光 看向了灵霄 分明就是在告诉灵霄 不管灵霄表现多么出色 依然爬不过他这一座高山 看什么看 下一轮如果遇到 我一定弄死你 黑魔牙发现灵霄看着自己 他感觉灵霄那目光 充满了讽刺与嘲笑 这让他非常不爽 输给赤霄 这是他没想到的事情 他恨啊 时间太短了 黑魔牙这丝底子太差 就算是他 想要恢复实力 也得很长时间 他看上了灵霄的肉身 如果可以得到那具肉身 他应该一定会更加强大吧 第六轮比赛结束的间隙 法主将赤霄叫到了自己的住处 没有人知道 他们做了些什么 只知道赤霄出来之后 明显变得更加自信了 击败黑魔牙 他几乎暴露了所有的底牌 说实话 面对灵霄 还真有点心里没底 但这一次 法主赐予他的东西 完全可以让他在关键的时候 反败为胜 他的信心更加十足了 法主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玉兽将军眼中 透出森寒的光芒 这场黄金战 他已经不打算进行下去了 因为他的儿子 失无拒死了 如果不是为了完成黄金城方面交代的任务 他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他现在只想让灵霄死 放心吧 第七轮 就让他遇上黑魔牙 黑魔牙乃人魔附体 就算不能取胜 也可以将他打成重伤 接下来的事情 就非常关键了 不要让他有恢复的时间 提前进行第八轮 让赤霄结果了他 老夫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法主冷笑道 可万一黑魔牙那家伙不中用吗 玉兽将军皱眉道 灵霄连续破解了别人的陷害 这让玉兽将军心中有些不安 放心吧 他一定能办到的 即便真得办不到 也有备用方案 法主笑道 既如此 就太好了 玉兽将军松了口气 到第七轮开始之前 他宣布了一件事情 至此 高深和东伯秀玉 可以停止参赛了 八个人之中 东伯秀玉排名第八 高深排名第七 如果你们两个不服 可以挑战前面的六个人中的任何一个 但只有一次机会 放弃 两人直接就选择放弃了 战斗进行到现在 他们已经清楚了自己的实力 能拿到第八和第七 并不算丢人 高深以前就是第八 东伯秀玉以前就是第七 这基本算是没有改变 很好 下面是天海风排名第六 凤英排名第五 你们可有异议 之所以玉兽将军要这么安排 实在是无奈 由于林霄击杀了师无拒和白云锐 导致十枪赛的安排出现了变故 高深 东伯秀玉 凤英 天海风都没有必要继续战斗下去了 当然 这得征求他们的同意 排名才算奏效 同意 战斗了那么多轮 各自的实力如何 其实每个人都很清楚了 很好 沙破狼 你排名第四 可有问题 玉兽将军又看向了沙破狼问道 沙破狼点了点头 前面的赤霄 灵霄 黑魔牙 他都不是对手 第四对他来说 很合适 而且保持第四的话 他已经十年都进入十圣子之列了 如此 已经有资格成为黄金城的预备弟子 无所谓了 更何况 在沙破狼看来 赤霄和黑魔牙 能不能活到最后 还是两说呢 或许他今年 依然是第一 好 既如此 接下来的排名战 将在三个人之间进行 黑魔牙已经输给了赤霄 那么这一轮 黑魔牙与灵霄对战 若再输了 便排名第三 没问题吧 玉兽将军的这个安排 简单也容易理解 而且也很公平 没什么好说的 拿不到冠军 也一定要杀了灵霄 黑魔牙的眼中 闪烁着仇恨的光芒 抬脚走上了擂台 灵霄也走向了擂台 所有人都变得紧张起来 按照这新的安排 十枪赛其实已经名存实亡 实际上 就剩下最后两场对决了 灵霄对黑魔牙 灵霄对赤霄 只要战胜黑魔牙 他就是第二 再战胜赤霄 他就是第一 虽然战斗变少了 可是观众的情绪 却更加高涨了 因为剩下的都是精华 当灵霄和黑魔牙 登上擂台的时候 战魂盟与赤阳联盟的人 都变得紧张了起来 赤阳联盟 只是一个临时组建的松散机构 目的就是为了对抗战魂盟 以赤阳圣城为主 戒律圣城从旁协助 其余还有罪恶圣城 神剑圣城 幽冥圣城等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4446章 大猎天 作者 千里牧尘 你那是什么眼神 瞧不起我吗 我告诉你 即便我输给了赤霄 也比你强 黑墨牙看着灵霄那淡漠的眼神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与赤霄对战之前 你不是也觉得自己能够取胜吗 现在呢 未战之前 还是先考虑好后果再说话吧 蠢货 灵霄讥讽道 好 那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强者 你这种人 在我面前 不过是皮肤汉大树 躺臂当车罢了 简直不自量力 说话间 黑墨牙已经出手 他身体向前跨出一步 只一步 身影已经到了灵霄身前不远的地方 阴森邪恶的气息释放出来 朝着灵霄压迫过去 人魔的气息完全绽放 一点也不掩饰 他双手成爪状 直接在空中狠狠撕扯了一下 空间都仿佛被撕裂扭曲 狂暴的力量朝着灵霄挤压过去 要将灵霄生生搅碎 爬虫也妄想逆天吗 今日我就让你清醒清醒 猎天魔抓 怒吼声中 黑魔牙双手再度撕裂 更加疯狂的力量 透过空气 施加在灵霄的身上 那一瞬 灵霄感觉自己 就好像被直接放进了搅拌机制中似的 整个身体 好像都要被撕碎 看到这震撼的一幕 观众席上发出了惊呼之声 黑魔牙 果然太可怕了 虽然 他输给了赤霄 但那不过是赤霄仗着武魂压制了他而已 使得他无法完全发挥出自身的实力 如今面对灵霄 黑魔牙可以畅快地施展 仅仅随意地一抓 力量就令人惊叹不已 似乎要将灵霄杀死一般 看起来你的骄傲 也并非全无原因 面对黑魔牙的攻击 灵霄只是轻轻一笑 在巨大的挤压之下 他的手中多了一把剑 东胜天剑 剑光绽放的那一瞬 整个天空都好像被展开 疯狂的剑翼 迅速释放出去 将来自黑魔牙的力量 层层粉碎 恐怖的剑气纵横于天地之间 擂台之上 呼啸之声不断释放 剑光越发璀璨 剑翼越发地恐怖 犀利道 好像要将世间所有的东西都割裂一般 以灵霄为中心 竟然形成了一片剑翼的空间 黑魔牙疯狂释放内力 竟然无法靠近 哼 大猎天 黑魔牙冷哼一声 双手之上 针圆狂跳 两手松开 瞬间又再度呈现出爪子的形状 更恐怖的威压 释放向了灵霄 它代表的是邪恶 代表的是人魔的意志 代表的是万恶之门的意志 恶念丛生 即便有护臂当者 靠近擂台的不少舞者 都受到了影响 顿时双眼星红 几乎就要对身边的人动手一般 恶念啊 果然强大 但邪不胜正 更何况 我代表的是神魔 顿光 终于 灵霄出剑 一道璀璨的剑光绽放 直接撕裂了虚空 撕裂了人魔的意志 撕裂了万恶的侵袭 这 看到这一幕 人们都无比震撼 灵霄的剑意 实在太强了 强大到可以撕碎 眼前一切意志的程度 不管对方 是不是代表的恶的意志 都一样被这剑意斩碎 黑墨牙的脸色有些难看 眉头紧紧皱在一起 他不相信 拼意志的力量 他会输给灵霄 虽然黑墨牙的肉身不怎么样 但是万恶之门里的残魂 却是曾经的魔物 就算在被封印的过程中 消耗了太多 可也绝对不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 能够相比的 他不信 自己在意志的力量上会输 这绝不可能 他的脚再度向前跨出一步 万恶之门之中 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恶念 我不信你没有恶念 只要你有恶念 在意志的力量上 你就不可能引我 不可能 怒吼声中 黑墨牙一边持续释放恶念 一边双手再度凝聚大猎天之爪 疯狂的黑色能量凝聚在一起 挡住了灵霄那急速的见光 两股能量在虚空之中撞击 大猎天真的仿佛能够猎天一般 令苍天都在颤抖 哄 终于 顿光碎裂 没能造成任何伤害 已经烟消云散 然而不等黑墨牙高兴 灵霄的第二急已经到了 她的脸上 绽放出坚毅冰冷的笑容 又一剑疯狂斩杀过来 破灭一切的剑意 令她的气息攀升到了极致 天地之间 竟然全部都是血红色的剑芒 残血 灭 黑墨牙不会后退 她已经输给了赤霄 不想再输给灵霄 她要战 她要赢 她要将挡在自己面前的一切 都给撕碎 恐怖的大猎天之爪 再次凝聚 轰向了灵霄的剑光 因为 修为比灵霄要强 所以她释放出来的真元力量 也比灵霄要强 最起码 表面上是这样的 哄 撞击声再度传来 残血仿佛电锯一般疯狂旋转 在黑墨牙的爪子之上 绽放出一片片疯狂的电火花 给我灭啊 黑墨牙看到自己的大猎天之爪 竟然不能挡住这残血的攻击 心中恼怒 更恐怖的力量涌出 大猎天之爪 再度变化 万恶之爪 无论是力量 还是气势 都攀升了一大截 残血在万恶之爪的攻击之下 开始产生裂痕 渐渐碎裂 不过这样的攻击 灵霄早就已经想到了 他的左手出现了另外一把剑东圣魔剑 双重残血 右手东圣天剑释放的残血霸道 左手东圣魔剑释放的残血诡异 明明相同的招式 通过两把不同的剑释放出来的威力 却是截然不同 黑墨牙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滚 黑墨牙毕竟是个怪物 一个被囚禁在万恶之门中的怪物 无数的恶念融入到万恶之爪当中 爪子撞击在了双重残血之上 那一瞬 灵霄感觉自己 好像撞在了一座大山之上 尼玛 黑墨牙将自己的灵魂 完全交给那魔物之后 果然是强大了许多 无论力量还是速度 都与之前截然不同 逆法剑掘第二式银血 终于 灵霄招式再度变化 手中的东圣天剑和东圣魔剑之上 骤然射出无数道仿佛蛇一般的剑光 剑光交织成密集的蜘蛛网 黑墨牙发现 自己的血气正在疯狂涌出 不好 这小子血气要是没了 我也要挂了 隐藏在黑墨牙身体之中的魔物 有点吓住了 他本来是 不想把自己的手段全部拿出来的 怕被人认出来 可现在 他没有办法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4447章 无尽的恶念 作者 千里牧尘 浩强 看起来之前 我们预料的都没错 这灵霄的确有资格与赤霄争夺首席之位 黑墨牙若没别的办法就败定了 看到那绚烂疯狂的银血剑气 人们对灵霄的佩服 已经达到了极致 一个刚到三千圣城 还不到一年的年轻人 竟然缔造了如此传奇的经历 如果他再能够击败黑墨牙 击败赤霄 他的名字 必然会被写入史册 与女武神杨淑仪 享受共同的待遇 给我滚开 宛若阴雷轰隆的声音 从黑墨牙的口中吼声 空间再度震荡 天地似乎都在晃动 黑墨牙的身后 那虚幻的万恶之门 几乎要化作实质 狂暴的气息 终于震散了血红色的剑气 寸寸断裂 节节崩碎 石剑符 就在此时 灵霄的身后浮现一道剑符 剑符射出十道剑光 完全以真实的宝剑凝聚而成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杀向黑墨牙 从史质中 凌霄的脸色淡然无比 仿佛每一步都在他的算计之中 都逃不出他的判断之外 十道剑光 锐利疯狂 整个空间都在颤抖 下一刻 黑墨牙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 令观众席上的很多人 都心头一颤 他们看向了黑墨牙 此时的黑墨牙 身上竟然多了数道剑伤 最可怕的一道剑伤 就在头上 整个脑袋都被冻穿了 看起来恶心 而且又让人觉得惊恐 血 黑墨牙摸着自己的伤口 颜红的鲜血 似乎让他恢复了一些神志 他的眼中 透出了惊恐之色 你不是说过 我将一切交给你 你就能赢吗 为什么 为什么还让我受伤了 住口 想死的话 你就跳出来 这小子可不好对付 不过你放心 我答应过你杀了他 就一定杀了他 这番对话 是黑墨牙与万恶之门残魂之间进行的 一事而过 旁人并未听到 但黑墨牙那怪异的表情 大家却都看到了 你竟然敢伤我 你竟然敢 歇斯底里的咆哮声 从黑墨牙的口中释放 他真是没想到 完全占据了黑墨牙肉身的他 竟然会被林霄这样的砸碎给伤到 皮肤汗术 躺必当车罢了 不足在意 林霄的脸上 绽放出细血的笑意 声音中 透着无尽残酷的嘲讽 这番话 是黑墨牙讽刺林霄的 如今林霄反来讽刺黑墨牙 说起来 还真得是够讽刺的 不过 虽然嘴上如此说 但林霄也必须得承认 黑墨牙的实力 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可怕 强大的石剑符 而且是突发的攻击 却只是伤到了对方而已 并未遭到任何一处致命伤 那一瞬 黑墨牙竟然将所有的要害 都给挡住了 你会付出代价的 林霄 黑墨牙咆哮着 身体里冒出的黑气 已经将他完全包裹 他的身体有一部分 已经发生了变异 仿佛是承受不住 这种邪恶的力量而溃烂 看起来真得是相当恶心 邪恶的力量再度暴涨 空气中 黑色的细线涌向了周围的观众 将所有人的负面情绪 恶念完全吸引了过来 黑墨牙的力量竟然逐渐接近 遂丹之境前期 当一切结束的时候 黑墨牙的样子变得极为古怪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肉流 丑陋不堪 而又强大不已 就连赤霄都皱了皱眉 如果之前黑墨牙用这种力量来对付他的话 他还真不知道要用何种方法来应对 付出代价 很多人都想让我付出代价 但最终付出代价的却都是他们 灵霄双手的剑融合在了一起 化为东圣神魔剑 恐怖的剑翼进一步攀升 强大的气息也在疯狂的提升之中 哄 疯狂的力量终于冲破了力量的束缚 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天丹静圆满 尽管这种修为 跟丹之极静圆满的黑墨牙没有可比性 但灵霄每提升一个境界 所带来的收益 却是别人的百倍还要多 她的一次突破 就能让黑墨牙感觉到绝望 人们并未意识到 突破之后的灵霄有多么可怕 因为灵霄依旧将力量压制在天丹静后期 对付黑墨牙 还没必要使用天丹静圆满的力量 过早的暴露 对和赤霄的战斗并没什么好处 但人们还是能感受到 她的气息比之前更强了 而且 她的变身也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阴阳骤光虎兽魂变身 而是最强大的无极天署兽魂变身 这才是灵霄真正的实力吗 很多人都发出了疑问 然而不到最后一刻 他们终究得不到答案 灵霄就像是一个深邃的黑洞 你永远不知道 里面存在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黑墨牙死死盯着气息骤然变强的灵霄 眼中也透出了残忍灭绝的光芒 对手变强了 越来越强了 如果不能在今天就将灵霄击杀 她相信自己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想到这里 她心中的恶念变得更强 吸收来的恶念已经在她身体上 形成了一层厚厚的装甲 那疯狂的眼神似乎要将灵霄吞噬一般 杀? 没有什么花哨的动作 黑墨牙一拳轰出 这一拳凝聚了无尽的恶念 凝聚成了这可怕罪恶的一拳 空间被砸得四分五裂 天地都在疯狂颤抖 其中竟然蕴含了一丝神怨之力 灵霄站在那里 冷漠地看着这一拳 手中的剑指向了对手 她的背后 开始不断浮现出巨兽的虚影 赤血钻天鼠 飞天烈焰尸 九霄寒冰龙 闪耀圣光虎 独眼爆雷牛 死国黑魔蛇 幽冥鬼影兔 十二兽神诀第七重 这是灵霄之前释放出来 对付别人的武技 如今再度施展出来 威力巨大无比 依然透着强大的震撼 但凭借这样的招式 就能赢吗 似乎不够吧 黑魔牙之最后一拳 可不是开玩笑的 还有 当人们以为灵霄的招式 凝聚已经结束的时候 第八种巨兽的形态浮现 六耳金刚元 十二兽神诀第八重 这第八重 威力可以说 灵霄目前掌握的武技之中 最强大的 几乎可以达到 黄极十阶高等武技的威力 只是比起咒光神拳和破虚指 少了一些变化而已 但力量绝对是恐怖无比的 当六耳金刚元浮现的那一瞬 黑魔牙的脸色都变了 变得非常难看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4448章 黑魔牙之死 作者 千里牧尘 黑魔牙是个高手 所以最能清楚地感受到 灵霄这一招的可怕 八只巨兽 在他的身后咆哮 手中的东圣神魔剑上 绽放着随时都能爆裂的剑气 长剑不断抖动 仿佛兴奋无比的 想要去替主人斩杀敌人 建议 无所不灭 无所不杀 兽神 霸道无比 所向披靡 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威力会达到何种恐怖的程度 咔嚓 灵霄脚下的擂台 裂开了一道缝隙 周围的空间法则 都变得凌乱起来 灵霄就那么站在那里 力量还在不断续积 杀 黑魔牙也没有后退 此时此刻 他根本没有后退的机会 恶念占据了他的灵魂 此时的他 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杀 杀杀杀 杀光一切 摧毁一切 灭绝一切 他的脑子里 没有投降或者逃跑的想法 呃 念不允许那样的想法存在 万恶之门凌空而起 而后疯狂坠落 巨大的威压 当真如同天崩地线一般 压得灵霄的身体 几乎迈不动脚 还可怕的气势 人们看着黑魔牙 这个昔日的第十圣子 如今实力居然变得如此恐怖 虽然可能是借助了人魔的力量 但这也太强悍了吧 如果他不被击败 那么恐怕日后企图借助人魔力量的人 会更多吧 黑魔牙的力量强大无比 灵霄的力量同样恐怖无比 这两人摆明了 就是要用这一招来定胜负了 两人同时看向了对方 凝聚着恐怖的力量 杀 终于 两人的攻击同时释放 巨大的万恶之门 轰向了八只巨兽凝聚的恐怖剑光 两股力量在空中交汇 撞击 整个擂台都被光影所笼罩 人们什么都看不到了 只能看到 擂台的护臂产生了一道道的裂痕 显然 是被这两人的力量所破坏 很多人都催动真元 疯狂抵挡那从护臂之中泄露出来的能量 简直就好像爆发了一场黑风暴 许久 当一切归于平静的时候 人们急忙看向了擂台 擂台之上 两道身影站在那里 都仿佛被试了定身术一般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仿佛飓风肆虐过后之后的平静 一切都死了 一切都没了动静 人们感觉心头发慌 到底谁赢了 终于有人打破了沉寂 开口问道 不清楚 根本看不清楚 刚刚那一击 太过可怕了 那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天丹进武者 与一个丹支极静武者的战斗 倒更像是两个碎丹支静武者的对决 很多人的感觉就好像是自己要被毁灭 要被杀了一般 现在想想 还觉得心静 风吹过擂台 两人的衣衫被轻轻吹动 扑通 突然 其中一人跌倒在了地上 完整的身体化作了碎末 随风飘散 那一瞬 所有人的心都颤抖了一下 思维好像瞬间停止了一般 黑魔牙 黑魔牙的身体随风而散 连尸体都没能留下来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恐怕没人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黑魔牙败了 一败涂地 最后甚至连一具完整的尸体 都未曾留下 灵霄站在那里 依旧没有动弹 突然 万恶之门浮现在他的手中 化作了一扇小小的门扇 哼 这种玩意儿 也能将一个罪恶圣诚的天 才变成别人的傀儡 今日 我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你说我是爬虫 但爬虫 也可能变成蛟龙 也可能逆天 只是你不信罢了 灵霄笑了笑 将那万恶之门捏成了碎片 这种东西 他不需要 万恶之门的力量 还不如拿来提升巨魔王的实力呢 巨魔王毕竟只有神体进一重的战斗力 遇到神体进二重 虽然也能一战 但想要取胜 却非常困难 灵霄可不想 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杀手锏失效了 万岁 大圣主万岁 战魂蒙的声音震天响起 无数的弟子吼了起来 灵霄太赞了 他们这个大圣主太牛了 说要杀了师无惧 黑魔牙和赤霄 如今已经干掉了两个 只剩下赤霄 他们也相信大圣主一定能够做到 这个家伙 赤霄终于罕见地露出了惊讶之色 一直以来 他的表情就未曾变过 总是那么淡定 那么满不在乎 仿佛这世上就没有什么值得他惊讶的 或者恐惧的 但这一刻 他的脸色变了 哪怕只是寝客间的变化 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但变了就是变了 说明灵霄的实力 令他吃惊 你终于配得上让我认真了 赤霄的自始至终 都没把任何人当成自己的对手 哪怕是灵霄折腾的赤阳圣城名誉扫地 他也没有在乎 他始终认为 只要你的实力足够强大 不管别人现在怎么对你 等你成功了 那些人依然会像哈巴狗一样 过来跪舔你 他这想法是否正确 先不去论 但他的自信 恐怕却要遭受到挑战了 他这种想法 意味着一旦失败 将会一败涂地 什么都不可能留下 灵霄 你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接下来将会与赤霄一战 你可同意 玉兽将军的声音冰冷 而且肃杀 黑磨牙没能杀死灵霄 甚至没能对灵霄 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这让他郁闷不已 可是都到了最后一场了 他也不废话了 如果连赤霄都干不过灵霄 那么 他只能动用最后的手段了 不必休息了 直接开始吧 灵霄站在擂台之上 就没有下来 与黑磨牙的战斗 他消耗了不少 但现在 这种感觉 却相当不错 他不是装逼 只是想要保留这种战斗状态 如此便可以更容易取胜 至于消耗的真元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消耗的体力 也可以通过丹药来恢复 都不是问题 那么想死 不过 还是等半个小时吧 赤霄何等聪明 明显是看出了灵霄的心思 然而 这番话却说得自己好像 很大度一般 这个人 真得是比之前的任何人都要难缠 半个小时之后 再战 玉兽将军下达了命令 灵霄干脆盘膝 坐在了擂台之上 他不离开这里 别人也就没办法在背地里搞小动作来 针对他了 半个小时很快过去 现场的热情 已经攀升到了极致 黄金战最后一战 冠军争夺之战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4449章 赤阳战兽神 作者 千里牧尘 最后一战 赤阳联盟和战魂盟掀起了呐喊的狂潮 对决尚未开始 两人的名字就被喊了出来 仿佛要在场外来一场较量似的 战魂盟的人更多 可是赤阳联盟的舞者 整体实力更高 竟是互不相让的局面 赤霄抬脚站了起来 走向了擂台 行走之间 强大的威压释放出来 战魂盟的舞者们 大部分竟然被压制住了 声音弱了很多 赤霄 赤霄 赤阳联盟的声音 变得更加响亮 赤霄必胜 赤阳联盟必胜 虽然灵霄击败了黑魔牙 让很多人都大吃一惊 但赤霄从开始到现在 无论遇到谁 几乎都是能够轻易取胜 包括黑魔牙 他的实力之强 也是世人都知道的 否则也不可能在十圣子第一的位置上 霸占九年 有赤霄 没灵霄 赤霄少主乃 三千圣城第一天才 灵霄算个什么东西 等他死了 战魂盟就会解散 完蛋去吧 赤阳联盟的舞者说话声 是越来越难听 战魂盟的舞者们 想要反驳 可是被赤霄的其实所舍 竟然无法开枪 高手们又不好意思跟那些人计较 于是就形成了 战魂盟被压制的局面 然而下一刻 擂台上的灵霄 睁开了双眼 两道金光 投向赤阳联盟的人群之中 那一瞬 赤阳联盟的人 就好像被被什么东西 刺破了灵魂一般 吓得不敢再吭声了 赤霄可以威慑战魂盟 灵霄自然也可以威慑赤阳联盟 两人都是天之骄子 都是顶级的天才 本来可以和平相处的 然而却因为赤霄的无故杀戮 酿成了彼此之间的大仇 今天 这两个人 必然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好了 这是你我之间的对决 赤霄站在了擂台之上 撤去了 势才扑向战魂盟的气息 让战魂盟的舞者 舒服了很多 没错 是你我之间的对决 不过我灵霄 用听你的吗 下一刻 灵霄不仅没有收回自己的气息 反而加大的气息的输出 破 赤阳联盟之中 许多实力低微的舞者 都口吐鲜血 脸色苍白 这只是一个教训 以后说话当心点 说完话 灵霄才收回了气息 冷漠地看着 距离百米之外的赤霄 所有人都盯着这一幕 迎接即将到来的暴风雨 灵霄痛恨赤霄 赤霄何尝不痛恨灵霄 他觉得 自己不过杀了几个 战魂圣城的废柴罢了 灵霄竟然搞得他身败名裂 如今在整个三千圣城 虽然很多人不敢说 但心里头却是很瞧不起他的 何苦呢 赤霄突然开口了 为了几个垃圾 犯得着如此吗 你辛辛苦苦 营造出目前的情况 可是 如果你死了 你的一切努力 都会化为梦幻泡影 战魂萌的那些垃圾 我会杀光的 只因为他们对我的冒犯 在你眼里 或许他们只是不值一提的垃圾 在我的眼里 他们却是同伴 是朋友 至于说杀我 你就那么有把握 灵霄淡淡道 同伴 朋友 与垃圾为伍 自己也终究变成垃圾 赤霄不屑地笑了笑 今天就让我为你上一课吧 另外 说一件令你绝望的事情 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你击败了我 却也杀不死我的 法主 玉兽将军 我父亲赤阳圣主 都会帮我 而你呢 你那三个靠山 虽然强大 但终究不是神体精 面对我这边的三人 没有丝毫的机会 说完这番话 赤霄看向了灵霄 他希望从灵霄的脸上 看到愤怒 看到绝望 可惜他失望了 灵霄的表情 一如既往的淡定 甚至还多了几分嘲讽与戏调 如果你的遗言就这么多的话 那边开始吧 灵霄咧嘴笑道 你可真是个有意思的家伙 真得很会让人生气呢 赤霄是真得怒了 灵霄的淡定 让他无法忍受 他发现 自己根本看不穿这个对手 以往的无往不利的手段失效了 不过既然如此 还是让战斗来 说明一切吧 哄 赤霄完全没打算留守 当恐怖的轰鸣声响起的时候 赤霄的身后 浮现出一轮赤痒 那是他的武魂 赤色的光芒笼罩了整个擂台 笼罩了整个世界 令他犹如从天而降的神奇一般 那一瞬 台下传来了无数的尖叫声 无数的欢呼声 赤霄不光是长得帅气 而且实力也强大无比 武魂更是拉风 也难怪他虽然性格冰冷残忍 却永远少不了粉丝 不过这样的人 灵霄更喜欢亲手将他毁掉 只有这种完美的人 才有毁掉的价值 他也不敢怠慢 身体迅速进入到 无极天署受魂变身之中 猙獰的灵甲浮现在身体之上 只不过被衣物遮挡住了 一对黑色的肉液遮挡住了阳光 与赤霄不同的是 灵霄的变身更酷一些 喜欢的喜欢的不得了 而厌恶的也会非常厌恶 随着变身完成 一股来自远古洪荒的恐怖气息 布满了整个擂台 与那赤阳武魂释放的气息 撞击在了一起 一边是荒凉远古 一边是炽热滚烫 两股气息都是无比的强大 灵霄知道 自己的对手不好惹 遂丹之境一重修为 而且修炼了赤阳圣城无数的绝学 如果那么容易对付 就不可能霸占十圣子首席这么多年了 不过 他也没什么好怕的 如今 修为晋升到天丹境圆满 他也有了与遂丹之境 一重一战的能力 毕竟骤光神拳 破须指 霸天武魂 这三种杀手锏 他可还没在这一次的黄金战中用过呢 当两股力量凝聚到极致的时候 便宛若火星撞地球一般轰然爆发 台下没有人在乱喊乱叫 所有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战斗之中 虽然之前的一些战斗也非常精彩 但毕竟这是最后一战 是最出色的两人之间的战斗 只会更加精彩 哄 终于 赤霄释放出了自己那恐怖至极的气息 两人不再废话 准备用实力来决定一切 恐怖的赤阳气息从赤霄身上释放出来 下一刻 赤霄动了 一瞬间逼近灵霄 全身包裹着赤红色的光芒 就如同一轮赤阳 那股力量也充满了赤热和毁灭的气息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4450章 十轮赤阳封印 作者 千里牧尘 大赤阳拳 怒吼声中 赤霄双拳冲出 拳影漫天飞舞 弥漫在整个擂台之上 全部朝着灵霄轰杀了过去 灵霄站在那里 冷漠地看着对手的攻击 他并未用剑 拳法 他同样强大 对方这一招摆明了只是试探 他真没必要用大炮去打蚊子 灵霄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知道 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招式 不是招式威力最强 就一定好用 神之拳 杀 面对大赤阳拳 灵霄也轰出了神之拳 白色的光芒爆裂 巨大的拳头自虚空而来 朝着赤霄就轰杀了过去 剥夺 赤霄冷笑一声 一股恐怖的意志绽放 这是属于赤阳武魂的剥夺意志 可以剥夺对方的力量 剥夺对方的意志 宛若赤阳将无数星球吸引一般 神之拳的威力竟然被迅速削弱 灵霄的表情依然淡漠 手上动作并未有任何的变化 黄豹的神之拳一往无前地轰了出去 拳头还未靠近 那铺天盖地的压力却已经到了 毁灭 大赤阳拳撞击在神之拳上 神之拳瞬间崩碎 本来这两种武器威力相当 只可惜赤霄的剥夺意志太过可怕 严重削弱了神之拳的威力 才会一触即溃 然而神之拳碎裂 灵霄的拳头却并未碎裂 此时的他已经靠近了赤霄 拳头之上依旧包裹着白色的光芒 似乎要将那赤阳的引力和赤力都给破灭 赤霄脸色微微一变 传闻中 灵霄的肉身极为强悍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即便不用剑 单纯依靠肉身和修为与他战斗 对方都丝毫不落下风 还真是够难缠的 关键他还要小心 灵霄那随时可能出窍的长剑 灵霄的剑法不仅速度气快 而且威力也十分恐怖 防不胜防啊 不过即便如此 赤霄也没有任何后退的意思 论修为 他比灵霄强大 论地位 他比灵霄尊贵 论武技 他相信自己也比灵霄更强 赤阳的意志 再度爆发 疯狂的引力 将灵霄牵扯到了一个狭小的空间之中 赤焰风暴拳 更恐怖的拳影浮现 朝着灵霄轰杀过去 炽热的气息绽放 给我剥夺 剥夺 吼声中 赤霄不光真元爆发 剥夺的意志 更是疯狂输出 灵霄感觉自己 好像被困入到了宇宙黑洞之中一般 身体 似乎都要不受控制了 无尽神魔拳 灵霄怒吼声中 同样施展出一片疯狂的拳影 将赤霄袭来的拳影 纷纷轰碎 然而 当他感觉压力稍微减轻一点的时候 正好就看到 赤霄的下一次攻击 再度袭来 依然是大赤阳拳 然而 威力却更加强大 给我去死 赤霄怒吼着 整个天地都为之颤抖 哼 灵霄冷哼一声 长剑终于出窍 璀璨的剑光绽放出来 灵霄周围全都是剑气 大赤阳拳的拳影被纷纷粉碎 顿光 下一刻 灵霄化作一道流光 瞬间出现在了赤霄的身旁 两人的身体错开 换了个方位 暂定之后的赤霄摸了摸脸颊 一道浅浅的血痕浮现 而她的手中则多了一块碎布 原来灵霄的衣服也被她撕破了一小块 看着灵霄 赤霄的眼神变得更加兴奋 更为疯狂 你走到这一步 果然不是靠运气 难怪能够击败黑魔牙 我现在明白了 碎丹之境之下 恐怕没人能够战胜你了 可惜 我是碎丹之境 在赤阳武魂的之下 你没有任何机会 赤霄不是吹牛逼 她的声音落下的同时 一股远古洪荒的气息 骤然释放 赤阳竟然发生变化 变得更大 尽管热量小了很多 但是却产生了一股更为强大的隐秘 周遭的元素 都被疯狂地吸引到赤霄的身后 形成了巨大的天体形态 人们惊呼了起来 如此强悍 如此诡异的场面 让人们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哄 一瞬间 更为诡异的景象出现了 一轮赤阳 化作了石轮 同时在赤霄的身后绽放 如此强大的力量 灵霄能够抗衡吗 面对那石轮赤阳 灵霄并未慌乱 他再度施展出了 十二兽神诀第八重 八重巨兽破空而去 灵霄想要用十二兽神诀的巨兽 来摧毁那石轮赤日 疯狂的巨兽腾空而起 可怕的力量疯狂宣显 天地之间都被剑光所笼罩 这一招灵霄之前灭掉黑魔牙的招式 现在又要用来对付赤霄了吗 赤霄可不是黑魔牙 没那么容易对付的 没错 他这一招虽然威力不小 但绝对不可能毁掉赤霄的十日封印 人们说的话基本都正确 灵霄也很清楚 自己单凭十二兽神诀 是绝对不可能破掉赤霄的十轮赤日 但是 他要的是时间 哼 想要避开 妄想 赤霄好不容易施展出了终极大招 怎么可能任由灵霄 就这样逃跑 他是一定要将灵霄彻底干掉的 话音落下 十轮赤阳化作十道疯狂的光芒 朝着灵霄击杀过去 十二兽神诀 爆炼 低沉的声音从灵霄的口中吐出 八头巨兽疯狂地凝聚成了一点 狂暴的力量急剧压缩 力量强大到不可思议 威力恐怖到不可思议 人们惊讶地发现 这一招的威力 似乎比之前面对黑魔牙的时候更强了 灵霄刚刚对付黑魔牙的时候 只用了天丹静后期修为的力量 威力自然不如这般强大 如今这一招的威力 可是比之前强大百倍之多呢 那可是不是盖的 摧毁一切的力量 从半空中释放 人们只看到 半空中有八头巨兽疯狂炸裂 力量疯狂宣泄出来 使得整个擂台 都陷入一片混沌之中 哄 当十轮赤阳降临的一刻 十二兽神诀的力量 也完全爆发 人们只看到 力量往外炸裂 擂台的护臂 应声粉碎 灵霄的身躯 完全被毁灭的力量湮灭 大家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吓得脸色都有些惨白 这段时间 双方释放的力量 已经超越了灵霄与黑魔牙刚才的战斗 即便黑魔牙现在还活着 恐怕也要目瞪口呆吧 这灵霄的实力 实在比他强大太多了 对付他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用尽全力 太厉害了 灵霄 厉害又如何 恐怕这一次 还是没救了吧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四千四百五十一章 你根本不值一提 作者 千里牧尘 当十轮赤阳降临之时 人们都以为 灵霄没救了 Rain winner 就连赤阳圣主 都紧张地站了起来 什么都看不清楚 擂台上乱成了一团 硝烟终于散尽 一切归于平静 人们惊讶地发现 十轮赤阳灭了九轮 只剩下一颗红色的巨星 在燃烧 灵霄就站在 红色巨星的下方 常见刺在红色巨星上面 傲然处理 竟然挡住了 人们一瞬间 眼眸都僵硬了 谁能想到 在这种情况下 灵霄竟然还能破掉 赤霄的攻击 好恐怖的实力 哇 赤霄吐出一口发黑的血 脚步晃动了两下 五魂被破 他遭受到了重创 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 但灵魂却遭受到了创伤 你说我无法避开 我需要躲避吗 灵霄傲然笑道 无论你发动什么样的攻击 我都能破开 这应该是你最强大的一招了吧 接下来的攻击 你怎么挡 赤霄擦了擦嘴角的血字 冷漠地看着灵霄 不管他承认与否 今天都在灵霄的身上 遭到了重创 这一点 他无法回避 不过 他相信 这是灵霄最强大的攻击 所以 他还有机会 灵霄也是人 也有弱点 然而灵霄只是冷笑了一声道 也许吧 你觉得如何就如何 而且 就算这是我最强大的攻击 你还能施展出 方才威力一样的攻击吗 不用逞强了 你受伤了 已经没有方才的能力了 试试看 赤霄也是一个不服输人 虽然他滥杀无辜 但是 他真的是一个极其强大的人 赤阳武魂 天地普照 赤霄爆发出一声怒吼 释放出了自己亲尽全力的一击 那一瞬 赤霄的光芒 将整个擂台都笼罩在其中 随着赤霄双手舞动 无数的金光在他的双手上凝聚 那一瞬 他的双手膨胀了三四倍 无数的皱纹 在他的双臂之上凝聚 一时间 天地之间 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面对着恐怖的威压 灵霄的嘴角 勾起了一只冷漠的笑意 招式不错 威力很大 可依然不是他的对手 灵霄催动神魔之力 释放神魔玄武之体 恐怖的力量 疯狂凝聚到了他的双臂之上 神与魔的力量 贯穿其中 那一瞬 灵霄伸出了一根指头 看似脆弱的指头 却好像能够 将天地戳破一般 破虚执 终于 灵霄动用了无极天署兽魂 最新得到的神通武技 破虚执本就强大无比 如今在配合上神魔之力 已经达到了某种极限 那种威力 不是普通人能够想象的 破虚执 划破虚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刺向了赤霄最引以为傲的攻击 人们在想 这难道又是最后的碰撞 一招定胜负 人们死死地盯着擂台 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令人们意外的是 赤霄的攻击 直接轰击在了灵霄的身上 灵霄的攻击 好像还没有发出来 所有人愕然 刚刚释放出来的气息 那么强大 灵霄的攻击 怎么会如此的没用 就在此时 他们看到了赤霄的 惊恐的脸色 下一刻 赤霄直接飞了出去 胸口出了一个漆黑的血洞 赤霄单膝跪在了地上 惊恐地看着面前的灵霄 他不明白 刚刚灵霄的攻击 就好像穿梭了空间 没有与他的攻击碰撞 而是直接命中了他 若非他是碎丹之静修为 只怕这一次 已经一命呜呼了 怎么可能 是啊 怎么可能 不说赤霄无法理解 台下所有人都无法理解 赤霄竟然如此轻易就被击伤 看起来毫无还手之力 那个天丹静圆满修为的灵霄 毫发无损 那个碎丹之静一重的舞者 却被打得浑身是伤 眼看就要败了 说实话 你在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你方才说 十二兽神诀 是我最强大的攻击 现在你明白了吗 我的攻击没有最强 只有最合适 我给你机会 再来吧 用出你所有的宝物 不然的话 下一招 你就会死 别人并没有察觉到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红光 其实灵霄方才盘膝坐在擂台上的时候 就已经把嗜血鼠疫释放出来了 等赤霄上来之后 积蓄已久的嗜血鼠疫找到了目标 疯狂削弱赤霄 只可惜 赤霄只感觉到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差 还以为是受伤的缘故 却没想到 自己早就中招了 他们以为 灵霄待在擂台上不走 只是装逼 却不知道 灵霄早就被这一战准备好了一切 就当着对手往里面钻的 赤霄阴沉着脸看向灵霄 他不明白 灵霄为什么如此强大 可是他不服 这九年以来 他都是十圣子之手的存在 怎么能如此轻易地败给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臭小子呢 那让人无法接受 看到这一幕 玉兽将军 法主 赤阳圣主 全部都傻眼了 这小子 隐藏了究竟多少力量 难怪他敢肆无忌惮地 仇剑战魂盟 难怪他能够得到火王的器重 玉兽将军的脸色非常难看 黑磨牙杀不死灵霄 难道赤霄也不想吗 实在是不甘心啊 让灵霄夺取这黄金战的冠军 那等于是狠狠抽了他们的耳光 可以开始行动了 第一律主听令 将神武圣城包围 今天在这里的战魂盟的人 一个也不要放过 另外 掐断所有直播信号 本座不想让人知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胜利者 才有资格从这里走出去 法主也看出来了 赤霄恐怕是无法击败灵霄的 他也绝对不能允许 灵霄就这么轻易拿到冠军 即便拿到了 也得死 为什么不现在就动手 玉兽将军不解地问道 赤霄身上还有一样东西 只是那小子为人傲慢 不愿意借助外力 如果他愿意的话 今日灵霄一定会败 法主淡淡道 我们还是做好两拳准备吧 赤霄也是人 就算他再教 如果被灵霄折磨到一定程度 他也是会忍不住的 好吧 玉兽将军虽然想说 尼玛 每一次你这老东西 都算错了 但他决定 还是忍一忍 如果没有法主协助 他想杀死灵霄 为自己的私生子报仇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赤阳联盟的所有武者 脸色都不好看 一个个好像死了爹娘似的 反观战魂盟 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四千四百五十二章 罪恶之水在现 作者 千里牧尘 灵霄的强大 真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本以为这会是最艰难的一场战斗 可是打到现在 灵霄几乎是碾压般的优势 除菊的仇 战龙的仇 战魂圣城 被赤霄杀死的那些无辜之人的仇 今日 终于可以报了 擂台上 赤霄死死盯着灵霄 他的自尊心 正在一寸寸被剥离 以前 他只希望 能够用自己的实力 去击败对手 而且 他也做到了 所以 他永远清高 但是今天 眼看着凭着自己的能力 无法击败灵霄 他的心思产生了变化 是这样吧 还是不惜一切代价 把脸面都给丢弃了 灵霄 这都是你逼我的 赤霄突然爆发了一声嘶吼 仿佛什么东西被撕裂了 他终于堕落了 不再坚持自我 即便是被人说成无耻 他也要杀了灵霄 咆哮声从赤霄的口中传出 他的身体开始发生诡异的变化 漆黑的气息将他包裹 就连赤阳五魂都变得乌黑 仿佛日食一般 罪恶之水 灵霄感受到了那股能量的气息 与曾经卢明号用的非常相似 只不过 这罪恶之水仿佛是经过淬炼 对人体的伤害降到了最低 可即便如此也不是任何人都能用的 使用强化版罪恶之水 虽然意识不会被吞噬 但是身体却会迅速老化 没使用一分钟便会老化一年 所以这不仅仅是尊严的问题 还牵扯到了身体的承受能力 无耻 全用罪恶之水 战魂盟的舞者忍不住骂了起来 这样不太好吧 就连中立舞者也皱起了眉头 千百年来 罪恶之水虽然一直存在 一直也有人用 但是三千圣城有个规定 正是比赛之中 绝对不允许使用罪恶之水 尤其是黄金战这样的大赛 连黄金城方面也是明令禁止的 然而这样的情况下 赤霄居然用了罪恶之水 也难怪连中立舞者都不爽了 这是眼中破坏了三千圣城的规矩 然而 无论是法主还是御兽将军 根本连吭声都不吭声 仿佛连解释都不愿意解释 这是铁了心 袒护赤霄了 更多的人心里头偏向了灵霄 转而支持战魂盟 当然 也只能是心中知识而已 他们不敢说出来 道理虽然存在 道义虽然存在 但实际上 大家都明白 真正管用的 还是力量 如果灵霄真得被赤霄给杀了 不会有人 替他伸张正义的 当然 战魂盟的人除外 他们已经有了鲜明的立场 此时铺天盖地的骂声响了起来 赤阳联盟的舞者 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只能低着头 他们或许在心里头想着 现在无法反驳 待会儿等赤霄把灵霄灭了 他们就把战魂盟的人 一个个都宰了 这样就可以发泄心头的郁闷了 擂台上 赤霄对怒骂声充耳不闻 既然已经选择堕落 他就不会犹豫 要堕落下去 无论如何 都要把灵霄杀了 他没有时间浪费 一分钟就老一年 即便是他也承担不起 黑色的太阳闪耀着光芒 虽然阴暗 但也刺目 都说日时的光芒 反而是最刺眼的 今日一看 果然如此 很多舞者 几乎都睁不开眼睛了 黑玉天灾 赤霄的嘴角 勾起了一抹宁笑 原本的慌乱没有了 有的只是冷血和试杀 虽然这加强版罪恶之水 经过了改良 可是对人的性格 还是会影响的 会让人变得更加试杀 更加疯狂 更加无情 他咆哮着杀向了灵霄 双手之中 仿佛捏着两轮黑日 恐怖的威压 比之前的时日灵天 还要可怕 战魂蒙的舞者 开始担心起灵霄来 虽然灵霄很强 但对方用了罪恶之水 如果败在这无耻的手段之下 那真的就太可惜了 灵霄站在那里 冷漠依旧地看着赤霄 罪恶之水 如果是第一次见 他兴许还会慌乱 但这不是第一次 他得感谢当初卢明昊 用了罪恶之水去对付他 这使得他知道了 罪恶之水的特性 不管是否改良 罪恶之水的特性都不会变 可悲 可叹 可笑 灵霄轻轻摇了摇头 天魔眼幻魔 改良罪恶之水 最厉害的地方 就在于把罪恶之水之中的怨念清除 可以让舞者保持理智 而幻魔眼最恐怖的地方 却是可以触发心魔 让舞者产生幻觉 本来天魔眼面对赤霄 应该没多大用处 之前的赤霄意志非常坚定 想要令他屈服实在太难 但偏偏赤霄选择了使用罪恶之水 却给了天魔眼发挥威力的机会 只一瞬 扑向灵霄的赤霄 骤然停了下来 一股黑气从他身体之中涌出 竟然化作了人形 赤霄疯狂地胡乱攻击 就像是疯了一般 完全没了刚刚冷冽的气质 灵霄的眼中 闪过一抹冰淡 顿光 一箭刺出 赤霄的一条胳膊被直接砍了下来 那一瞬赤霄几乎晕眩过去 身体被罪恶之水的邪念疯狂吞噬 赤阳圣主猛然站了起来 脸色阴沉到了极致 赤霄 投降 那是他的儿子 他心疼啊 现在 他终于明白 自己的儿子 绝对不可能是灵霄的对手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投降 灵霄轻蔑地看着赤阳圣主道 当初你让他使用罪恶之水的时候 就应该明白 罪恶之水 是邪念凝聚的邪物 比万恶之门还要邪恶 他现在已经被罪恶之水的邪念控制 心里头只有杀意和怨念 你让他投降 那是不可能的 他说的对 我是不可能会投降的 赤霄此时已经站了起来 被切断的右手重新长了出来 身体在那一刻化作了液体 果然跟卢明昊一样 已经完全将自己的本质给抛弃了 成了活死人 灵霄看着变化的赤霄 眼睛中射出一道金芒 这种软体怪样的形态 使得武者全身 只有一处要害 而且 这个要害 还可以在身体之中不断地游走 换了别人任何人 恐怕都很难确认 真正的要害在哪里 但灵霄却可以做到 因为灵霄 有过击杀卢明昊的经验 虽然赤霄比卢明昊强大很多 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而且 当初击杀卢明昊的时候 灵霄可没有现在这么强大的实力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四千四百五十三章 帝王气 蛟龙之星 作者 千里牧尘 还要再来吗 灵霄冷漠地看着赤霄 他现在可以杀死赤霄 但他没那么做 他要让赤霄 在无尽的绝望中死去 没错 他就是这么残忍 谁敢对他的朋友亲人造成伤害 他就会变成魔鬼 灵霄 不击败你 我永远不可能安宁 赤霄冷漠地看着灵霄 这家伙的意志力 真够强大的 即便全身已经被罪恶之水占据 竟然保存着最后的意志 那就是将灵霄杀死 说实话 灵霄都有点佩服这次了 顽强到这种程度 难怪能够在十圣子第一的位置上九年 不过 佩服归佩服 该杀 还是要杀 灵霄取出了东圣天剑 东圣魔剑 双剑合一 化为东圣神魔剑 他淡然地看着狂暴的赤霄 太极眼都可以看出 对方的生命力在疯狂流逝 停下 赤霄 赤阳圣主吼了起来 自己的儿子 没有不心疼的 奈何赤霄此时 根本就听不进去他的话 停不下了 罪恶之心 我将我的一切交付于你 堕落为魔 疯了 真得疯了 听到赤霄的声音 就连赤阳联盟的人都觉得 赤霄是疯了 将身体给罪恶之水 最起码还能白吃一点意识 知道自己是自己 而将一切都交付于罪恶之水 那等于舍弃人类的身份 彻底入魔 虽然强大是强大了 但从此都会化为一类 灵霄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对于一个已经舍弃了自身的人 他是瞧不起的 也是不放在眼里的 不可能输给这样的人 手中的东圣神魔剑上 酝酿着今天的力量 十二兽神诀第九重 这是目前灵霄最强大的一招 单纯从威力上讲 就算是咒光神拳和破虚指 都不可能比他更强 第九重是他在战斗中 逐渐修炼成功的 之前抽取了黑玉灭随犬 凝聚成了第九种兽神 这一招他从来没用过 之前第八重就已经击败了黑魔牙 将赤霄逼疯了 哄 九种巨兽腾空而起 九种不同的力量 长剑之上盘旋凝聚 整个擂台都在剧烈地晃动 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一般 十二兽神爵第九重的力量 消耗极大 但威力也接近了黄极十阶巅峰武技 恐怕在座的许多单只极进武者 都未曾见过如此可怕的武技吧 给我去死吧灵霄 你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之上 自从有了你 我的人生都变了 所以你要死 死 赤霄之前表现得一直都非常淡定 原来心里头可不平静 灵霄的出现 让他这个三千圣城第一天 才成为了被人唾弃的对象 他表面上没什么 但心里头恨死了灵霄 本来想要杀了灵霄 这事情就结束了 可是现在 他发现自己连这个也办不到 如果杀不了灵霄 即便他死了 也会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所以 他必须得赢 虽然你很努力 虽然你很疯狂 不过可惜了你 依然不是我的对手 杀 冰冷的声音响起 东圣天魔剑刺了出去 空气中 传来一声野兽的吼叫 远古洪荒的力量 从东圣神魔剑上绽放 下一刻 赤霄的攻击被轻易瓦解 漫天的黑水 洒得到处都是 赤霄惨叫一声 再次倒飞了出去 朝着擂台之外飞去 灵霄怎么可能 让他跌出擂台 身影一闪 一脚又给对方踹了回来 赤霄重重摔在了擂台上 身子底下渗出了一大片的血子 儿子 赤阳圣主疯狂地扑向了擂台 他要将自己的儿子就出来 哪怕是他死都行 因为儿子的天赋 比他高得多 只要儿子不死 赤阳圣城 就永远是三千圣城第一 可是现在 赤霄已经不行了 他不能忍受 这种局面的发生 他要救出自己的儿子 绝对不能让赤霄死在这里 冷静点 法主拦住了赤阳圣主 赤霄还有最厉害的宝物没用呢 你怕什么 他不是你的儿子 也是你的徒弟啊 你怎么可以见死不救 赤阳圣主因为太急了 所以有点口不择言 不过法主也没怪他 人之常情嘛 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他死的 实在危险 我亲自救他 法主说着话 干脆走在了擂台附近 这里可以更便于解救赤霄 灵霄冷漠地站在赤霄的旁边 傲然而立 目空一切 大圣主的霸气 自然而然地释放出来 不用刻意 赤霄突然间狂笑了起来 人已经伤得很重 却还笑得出来 不是疯了 那就是想到了取胜的办法 突然间 他的身体之中 释放出一股蓝色的力量 仿佛深海的力量一般 这股力量一出现 就在加速修复他的身躯 让他受窗的部位迅速愈合 蓝光形成了巨大的威压 以至于灵霄都感受到了危险 战斗到现在 这是唯一一次 少主快杀了他 那小子蛟龙之星启动了 这个时候 看台上的青莲剑女吼了起来 似乎是看出了危机 所以急切地要提醒灵霄 然而 灵霄却好像完全没听到死的 一直盯着赤霄心口位置的水蓝色的光芒 这蛟龙之星的治愈能力 快赶上生命回溯了 虽然原理不同 但是似乎赤霄之前所受的一切伤害都在消失 蓝色的蛟龙之星透出深海的力量 那一刻 灵霄感觉自己是在挑战整个海洋 那是帝王气 超越天王气的存在 这是违规的呀 黄金战的规矩 向来只能用天王气以下的宝物 帝王气 绝对违规 因为那已经不是实力了 而是依靠外物作弊 说那些话有什么意义啊 从赤霄动用罪恶之水的那一刻起 人家就没有跟你讲规矩 人家明摆着 就是要弄死你 法主 御兽将军 赤阳圣主 灵霄一连得罪了 是三个神体进强者 他完蛋了 即便是赤火老祖 青连贱女 赵风云也就不了他 除非火王清灵 则则 赤阳联盟 这是要一举将战魂盟铲除呢 我刚刚好像看到了 有人将神武圣城包围了 似乎是戒律圣城的律主 和戒律骑士 嘿呀 忠历武者心里头 虽然同情灵霄 但他们也不会做什么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4454章 到此为止了吗 作者 千里牧尘 忠历武者同情灵霄 却不能帮忙 不是他们不想帮忙 只是因为 他们就算帮忙也没用 开玩笑 三个神体进强者 足以吓死他们 看到蛟龙之心释放 赤阳圣主松了口气 原来法主没有骗他的呀 这蛟龙之心虽然强大 但发生效果 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这个条件 就是宿主重伤 法主解释道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赤霄重伤的时候 也没有出手的缘故 因为没有必要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显得非常得意 仿佛灵霄已经被这疯狂的攻击 给撕碎了一般 赤霄站了起来 全身上下 几乎完好无损 不 应该说更强了 蓝色的光芒 在他的身体表面 形成了一层光膜 就连罪恶之水的力量 也被蛟龙之心吸收 蛟龙之心的光芒更省 赤霄的身体上 缠绕的碧蓝色的蛟龙 看起来形象格外拉风 不过好看倒不要紧 关键这玩意儿 是真得强啊 灵霄站在那里 能够明显感觉到 一股恐怖的力量压制着他 真得很不舒服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不舒服 对灵霄来说 反而是好事 说明有压力 有压力 才会有动力 体内的潜能 也好像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疯狂的外泄之中 仿佛要替灵霄 挡住这恐怖的一击 好 那盘踞在赤霄身体上的 碧蓝色蛟龙 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吼叫 这声音一瞬间 真得许多人当场昏迷过去 首当其冲的灵霄 感觉自己的灵魂 仿佛都要被震散了 幸亏他的灵魂足够强大 幸亏他的霸天武魂 足够恐怖 所以他扛住了 脸色虽然发白 但脸上的表情 却是无比兴奋的 蛟龙之星 大概直接提升了 赤霄接近一百倍的力量 这相当于灵霄使用血腥鼠魔了 蛟龙还在进化 化身为龙 海龙 碧蓝色的九爪海龙 张牙舞爪 一般在天空中浮现 足足有数千丈长 根本看不到镜头 在这海龙面前 灵霄宛若一只可悲的蚂蚁 九爪海龙身上 浮现了许多细小的皱纹 这皱纹 应该就是蛟龙之星的效果吧 区区凡品 帝王气 便已经有了如此声势浩大的威力 真不知道 更强的宝物是什么样的 太恐怖了 灵霄 感受到恐惧了吗 说实在的 我真得不愿意动用这样的力量 来将你击败 不过 这种感觉还是很好的 要怪只能怪你 没有好的绅士 没有好的靠山 赤霄过去一直觉得 自己的家世阻碍了自己的成长 因为别人提起他 总是说他是赤阳圣主的儿子 而不是说他是赤霄 他甚至想过离家出走 但是这一刻 他无比庆幸 自己拥有这样好的家世 否则的话 他得不到蛟龙之心 这一战 已经彻底败给了灵霄 现在 他可以轻易地捏死灵霄 那种感觉 让他无比地兴奋 骄傲 自尊 都统统见鬼去吧 当神龙现世的那一刻 战魂蒙一片死寂 无数的舞者都绝望了 他们甚至已经没有力气 去骂赤霄无耻了 因为没有意义 改变不了什么的 为什么 明明他们的大胜 主比赤霄强 却要输给对方的无耻作弊之下 在他们眼里 黄金战已经彻底变位了 不再是为黄金城 选拔人才的比赛 而变成了一场 针对一个人的可怕阴谋 就算最后灵霄输了 他们也知道 灵霄比赤霄更强 灵霄才是黄金战 真正的冠军 可那有什么用吗 灵霄的名字会被胜利者抹去 甚至会被污名化 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大圣主 有些女孩子已经哭了起来 哭什么哭 大圣主还没死呢 就是 大圣主一定可以想到办法 来对付赤霄 要相信大圣主 他是奇迹的化身 虽然嘴上这么说 可说实话 大家心里头没有底 奇迹之所以是奇迹 就是因为他稀罕 如果随随便便就能创造奇迹 那就不是奇迹了 赤火老祖 青莲贱女 赵风云等人都站了起来 如果灵霄有危险的话 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去救主 哪怕是违规也不在乎 反正规则早就被某些人 践踏的一无是处了 他们相信灵霄 才没有立即动手 可是相信归相信 心里头依然是没底啊 赤阳联盟的人 终于又一次欢呼了起来 压抑了这么久 终于可以看到灵霄被杀了 他们怎么可能不高兴 怎么可能不兴奋 在所有人的关注之下 赤霄终于发动了攻击 蛟龙之星的力量太过强大 持续时间不会太长 所以他必须得尽快攻击 否则时间过了的话 他就惨了 清净全部的真元 以全部的功力释放出了最后 最终极的一击 那咆哮着的九爪海龙 张牙舞爪一般 扑向了灵霄 哄 九爪海龙沸腾起来的那一瞬 天地好像裂开了一般 擂台疯狂地摇晃 渺小的灵霄站在这巨大的海龙面前 看起来是那么的可悲 然而很多人都注意到 灵霄的眼中没有恐怖 没有彷徨 也没有不安 有的只是坚毅 任谁都看得出来 这条神龙一般攻击到灵霄 灵霄绝对连渣都不胜了 它会被彻底撕裂成碎片 而灵霄仿佛没有看到这攻击一般 竟然闭上了眼睛 收起了手中的东圣神魔剑 它放弃了 不 不要放弃啊 战魂蒙的舞者们歇斯底里地喊着 赤阳圣主则露出了狂傲的笑容 杀了他 对 我的好儿子 杀了他 赤元 赤海 元魔都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 让你跟我们作对 最后还是难逃一死 天海棠轻轻叹了口气 到此为止了吗 我还以为你会是不同的那个呢 擂台上 灵霄的双眼丝毫没有睁开的意思 但是他的手却轻轻抬了起来 这一台仿佛度过了一个世纪 让人们感受到了诡异的错觉 骤光神拳是灵霄目前最难以掌控的拳法 所以他一直没有使用 但这一刻他遇到了极大的危险 时间法则在那一刻松动 灵霄知道 骤光之拳可以用了 他的威力虽然暂时还不如十二兽神诀第九重 但他的特殊效果 却可以让所有人惊叹 所有人目瞪口呆 这还是灵霄第一次公开施展这一招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四千四百五十五章 完全撕破脸皮 作者 千里木尘 灵霄的拳头伸了出去 缓慢的好像永远也抬不起来似的 然而赤霄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 问题是这种恐惧来自于何方 他自己还不知道 在外人看来 灵霄只是抬起了拳头 其余什么都没有做 然而在他的身体背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虚影 攻击 很多人都愣住了 只见这只熊鸡越变越大 甚至于那九爪海龙在熊鸡的面前就如同一只小长虫似的 这什么古怪的情况 人们完全无法理解 有神 灵霄能够感觉到有神的气息释放 骤光神拳 下一刻 时间静止了 熊鸡爆笑 赤霄仿佛停止了动作 灵霄一拳轰在了赤霄的身上 那熊鸡直接用尖利的嘴将那九爪海龙叼了起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灵霄看得到 别人却看不到 在旁人看来 灵霄只是抬起了拳头 赤霄就到飞了出去 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他们根本看不到 赤霄坠落在地上 身体已经支离破碎 连葫伦的身体都没有了 血染红了整个擂台 看起来极为恐怖 蛟龙之心不错的东西 只可惜 你没有资格拥有 灵霄向前跨出一步 一只手伸进了赤霄的心脏之中 生生将蛟龙之心取了出来 蛟龙之心被灵霄捏在手中 竟然发出了恐惧的哀吼 乖 你今后就跟着我了 灵霄将蛟龙之心直接捏碎 融入到身体之中 化作了大量的潜能 这东西 他根本就不稀罕 此时 法主 玉兽将军 全都站了起来 眼中透出震惊于不可思议 灵霄很享受这种感觉 看到对方的表情 他就想笑 你们这些老东西没想到吧 老子不仅击败了赤霄 而且还弄回了你的蛟龙之心 战魂盟的舞者 肆无忌惮地欢呼了起来 中立舞者虽然不敢大声说 但心里头却无比高兴 赤阳联盟太欺负人了 连中立舞者都看不下去了 他们当然从心底里支持灵霄 罪恶之水 蛟龙之心 竟然全破了 灵霄创造了别人不能创造的奇迹 狠狠打击了那群王八蛋的嚣张气焰 真是爽啊 虽然最后灵霄是怎么击败的赤霄 他们完全没搞明白 虽不明 但绝力吗 毫无疑问 灵霄今天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可谓奇迹之子 别人把奇迹当稀罕 他把奇迹当家常便饭啊 赤阳圣主目瞪口呆地看着 已经完全支离破碎的儿子 全身颤抖 恐怖的杀气从身体里释放出来 杀了你 赤阳圣主怒吼一声 扑向了擂台 但是擂台上还有残存的护臂 他一时半会儿还无法撞碎 看着赤阳圣主发疯一样的模样 灵霄笑了 笑得非常开心 认输 赤霄 法主也回过神来 一边冲向擂台 一边对赤霄吼道 认输 灵霄讥讽地看了一眼法主 走到了赤霄身前 手中一道剑光闪烁 他竟然把赤霄的咽喉给切开了 还想认输吗 赤霄此时恐惧极了 他的力量削弱到了极致 喉咙被切开之后 拼命想要修复 但是没用 力量不够用 方才他使用蛟龙之星的时候 几乎耗尽了全部的真元 他不想死 可是没办法 灵霄连投降的机会都不给他 王八蛋 你干什么 赤阳圣主愤怒的 已经快要疯了 法主的脸色阴沉无比 灵霄放了赤霄 我可以饶你不死 法主站在那里 冷漠地看着灵霄 今天 你要是杀了赤霄 我保证 你没有机会离开这里 灵霄就站在赤霄身旁 轻蔑地看了法主一眼道 这是黄金战 公平对决 他不认输 我只好杀了他 法主莫非是想造反吗 他说什么 众人等愣住了 他竟然在给法主定罪 你说本座造反 哈哈哈哈 本座身为黄金城之人 被任命管辖三千圣城 掌控三千圣城的法则 你竟然说本座造反 也算个什么东西 法主狂笑了起来 觉得灵霄的话 是这世上最大的笑话 他释放出恐怖气息 走向了擂台 赤火老祖 青莲剑女 赵风云拦在了前面 滚开 法主恐怖的气息 释放出来 除了赤火老祖之外 另外两人 都被轰飞了出去 纵然是碎丹之境 九重的武者 在神体境强者面前 也是不堪一击啊 人们都开始担心 起灵霄的下场来 如此跟法主为敌 会要好果子吃吗 赤火 滚开 否则我杀了你 法主目光阴冷地 看着灵霄 一股怒气 几乎能将他撑爆 今天除非你把老子杀了 否则老子绝不后退 赤火老祖 冷冷地看着法主吼道 好 很好 法主气急 玉兽将军 还不出手 玉兽将军 硬着头皮站了起来 既然已经上了贼船 他就没办法置身室外了 他不在乎赤霄的死 但必须得杀死灵霄 否则灵霄到火王那里 去告状 他就糟了 他扑向了擂台 与赤阳圣主 一起轰向护臂 灵霄淡淡地 看了这些人一眼 终于还是露出了 猙獰的面孔 连掩饰也不做了 但是他的脸上 绽放出了璀璨的笑容 这把赤阳圣主 和玉兽将军 看得心虚 这灵霄 难道不怕死吗 明明现在他们这边 占据着绝对优势 这家伙还这么淡定 到底有什么阴谋 灵霄看向了众人 朗声道 诸位 今天的事情 大家都看到了 这些人 完全罔顾黄金战的规则 存心要杀我灵霄 要回我战魂盟 大家做个见证 接下来 我要杀这些人 人们愕然看着灵霄 完全不知道 灵霄来的哪里的勇气 谁都看得出来 他虽然说得对 可是法主 玉兽将军 赤阳圣主 三个神体进武者的存在 你怎么打 还要杀了他们 你能逃命就不错了呀 难道灵霄 还有什么秘密武器不成 灵霄当然知道 他们想些什么 不过很快就会揭晓了 他的最大的底牌 当然在那之前 要先把赤霄干掉 折磨得也差不多了 该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灵霄 你要干什么 护壁还未完全撞碎 赤阳圣主看到灵霄的举动 吓得魂飞魄散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四千四百五十六章 法主的罪状 作者 千里牧尘 你敢杀他 老夫定然将你碎尸万段 赤阳圣主歇斯底里地吼着 明明与自己的儿子如此之敬 却无法冲过去 眼睁睁地看着灵霄 露出了猙獰的笑意 白痴 我不杀他 你就会放过我了吗 灵霄撇了撇嘴 根本就没有把赤阳圣主的威胁 放在眼里 赤霄 这就是你杀死我战魂 圣诚武者的代价 去死 灵霄没有用剑 直接将手伸进了赤霄的身体之中 将内丹捏碎 杀了赤霄 灵霄得意地 看向了赤阳圣主等人 那是一种挑衅 既然三千圣城没有规矩 我就来定这个规矩 好狂妄的少年 好骄傲的少年 竟然连法主都直接忽略了 如果说之前 人们还以为 灵霄只是说说而已 现在人们肯定 灵霄就是要与法主为敌 要做这三千圣城的主人 这小子 真不是开玩笑的 不明白 就连三个来自黄金城 支持他的人 都明显不知了 青莲贱女 和赵风云受伤 赤火老祖 眼下也很被动 法主可比赤阳圣主强大多了 即便赤火老祖 拥有厉害的宝物 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他到底有什么仪仗 敢这么说 莫不是得了失心疯了 人们觉得 已经无法理解灵霄的举动 只能看着 兴许待会儿 就会知道答案了 赤阳圣主在了那里 儿子死了 他好像也没有动力 整个人彻底崩溃了 赤阳圣主儿子不少 但唯独赤霄 是他最疼爱的一个 也是最有天赋的一个 代表赤阳圣主的未来啊 现在他居然被杀了 这种打击 真得难以让他承受 所有人都有一种 做梦的感觉 黄金战结束了 然而今天的热闹财 刚刚开始 赤火老祖回到了灵霄的身边 灵霄回到了战魂盟 他的身后 是战魂盟的舞者 今天势必会有一战 这是他想要的 没有这个借口 他还不能彻底铲除赤阳圣城 铲除戒律圣城 现在一切就极其了 他巴不得对方速速开战 法主悬浮于半空中 冷漠地看着冷笑 今日一战 灵霄不顾规矩 用极其残忍的方法 杀死对手 不仅如此 更是企图杀死玉兽将军 玉兽将军代表的黄金城 和玉兽将军为敌 和老夫为敌 便是造反 老夫希望某些助纣为虐的人听着 谁敢继续维护灵霄 帮着灵霄 谁就是黄金城的叛逆 谁就得死 谁都知道这是污蔑 不过中立舞者是不敢吭声 甚至战魂盟一些人 也开始动摇了 毕竟灵霄 现在表现 有点太疯狂了 已经超出了他们预料 他们真怕成为黄金城的敌人 到了那个时候 就算是有十条命 也不够用了 就在此时 灵霄狂笑起来 老狗 你颠倒黑白的能力 倒是挺强的呀 你说我残忍杀害 赤霄不假 但是我并未违反规矩 到最后 他也没有认输 你说 我想造反 攻击御兽将军 敢问法主 赤火老祖和青莲剑女 可是黄金城的人呢 您将他们打伤 算不算造反 之前那些龌龊的事情 就不必提了 想杀我就杀 何必用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徒增笑料 老狗啊 你的脸皮真是够厚的 灵霄的这番话 可谓尖锐之极 说得法主那张老脸的通红一片 哼 老夫就是要你死 又如何 法主见说不过 干脆不说了 直接露出了不要脸的样子 这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 道理上他没有 但是实力上他有啊 赤阳联盟的舞者 已经做好的准备 要将灵霄这个 让他们丢尽颜面人干掉 反正他们已经包围神武圣城 这里的消息 不会泄露出去 日后即便是有人说 也是没有证据 灵霄人都已经死了 还会有谁替他说话 呵呵 老狗就老狗 这丑恶的嘴脸 总算是暴露出来了 灵霄讽刺了一声 看向身后战魂盟的人 谁这个时候 想退出战魂盟 还来得及 我绝不阻拦 他也想借着这个机会 把战魂盟整顿一下 加入战魂盟的 就未必是真心的 有些只是无奈 有些甚至是卧底 在这个时候 最是考验人性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战魂盟中 果然有人开始离开 还不少呢 他们觉得 灵霄得罪法主和御兽将军 根本就是一件最为愚蠢的事情 别的事情你可以做 但是干嘛 与法主和御兽将军 公开为敌的 他们可不想陪葬 结果最后 有一般的人 宣布退出战魂盟 哈哈哈哈 灵霄 你看到了吧 这就是众叛清离的下场 连他们都知道 你没有救了 而你自己 却还看不清楚 你个蠢货 法主冷笑着 认为自己的威望 还是很强大的 最起码 现在中立舞者 不敢表明立场 赤阳联盟铁定追随他 现在连战魂盟一半的人 也投靠了他 灵霄还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了 好个众叛清离 不是我扔出去的 都是垃圾吗 灵霄淡淡笑道 留下来的 都是好样的 你们都将是未来 三千圣城的 中流砥柱 别吹了 你都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了 还未来 赤阳冷笑道 没错 本法主 今日在这里宣布 灵霄触犯急刑 不用审问 当场处决 在场任何人 都可以杀死他 杀了他 老夫立即让他飞黄腾达 法主一方面威胁 一方面却又用利益诱惑 可真是用尽了心思了 灵霄冷漠地看着法主道 今日我战魂盟 也立下一个规矩 戒律圣城法主 不听黄金城号令 意图谋反 玉兽将军 与其同流合欧 赤阳联盟 是其党羽 今日我代表黄金城 将其铲除 谁要是敢帮助他们 便是同谋 一律处死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是扎蛇 这灵霄 也太凶残了吧 他居然要把法术和玉兽将军 都给杀了 我先弄死你 赤阳圣主在这个时候 突然扑向了灵霄 方才崩溃得一塌糊涂 可是他看到自己儿子的尸体 愤怒终于让他恢复了一点理智 他知道自己与其自怨自义 不如替儿子报仇 赤火老祖挡在了灵霄的身前 赤阳圣主完全不看 他的眼里只有灵霄一个人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4457章 击杀赤阳圣主 作者 千里牧尘 法主还在说话 赤阳圣主骤然发动攻击 疯了一般扑向了灵霄 此时他的眼中只有灵霄 只有将灵霄碎尸万端 方才能消解他的心头之恨 赤火老祖想要阻拦赤阳圣主 不过被玉兽将军给挡住了 人们都愕然看向这边 事情发生得太快 很多人都没反应过来 神体静的舞者 速度极快 一瞬间就越过了赤火老祖 到了灵霄身前 哪怕是青莲剑女和赵风云 也没有时间去抵挡 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赤阳圣主 一掌拍向了灵霄 大圣主 江南惊恐地吼了起来 他很清楚 灵霄一旦死去 战魂盟将发生什么样的变故 恐怕所有人都得遭殃 赤阳连盟那帮人 可不会手下留情的 那些家伙 一定会将他们杀个干净 死吧 灵霄 赤阳圣主看到了灵霄眼中的色彩 那不是恐惧 而是讽刺与戏谑 他不明白 都快要死了 灵霄为何会是这种表情 难道这个人真得不怕死吗 又或者根本就是蠢 该死的是你 灵霄眼中 骤然闪烁着残忍的目光 一只巨大的魔兽 从他身侧的虚空之中探出 直接穿透了赤阳圣主的丹田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赤阳圣主曾经见过战魂圣城的巨魔王 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 巨魔王在灵霄的手里 所以说你蠢啊 谢谢你送给我这一份大脸 灵霄讥讽地笑了笑 魔爪直接捏碎了赤阳圣主的内丹 而后将赤阳圣主的尸体扔了出去 那股充沛的力量 融入到灵霄的身体之中 感觉真是爽啊 这可是神体竟强者内丹 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他的实力 却可以成为他晋升的关键 在潜能细胞里隐藏起来 灵霄在感受体内潜能大幅度补充的时候 全场一片死寂 任谁都没有想到 竟然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从赤阳圣主偷袭到被杀 所有人都是猛 起初很多人以为灵霄会死 结果却是赤阳圣主死了 那可是神体竟的强者啊 法主和御兽将军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转眼间 他们这边三个神体竟就死了一个 而且还是被秒杀 这小子 法主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他觉得 自己必须得重新审视这个人了 或许 灵霄比他想象中难缠得多 法主甚至有一种感觉 自己可能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如今的事态 已经严重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之外 中立舞者 则完全就是惊讶 他们方才就猜想 灵霄可能会有什么杀手锏 果不其然 居然瞬间把一个神体竟舞者 被秒杀了 这也太变态了吧 难道说灵霄之前说的话 并不是贪心 更不是做梦 而是真的了 战魂盟舞者 完全就是一片欢欣鼓舞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绝望之后 还留下的战魂盟舞者 无比庆幸自己的决定 而那些退出战魂盟的舞者 则是后悔死了 赤阳联盟的一群人 则完全傻眼 赤阳圣主 好歹是名义上的赤阳联盟盟主 现在居然被杀了 还是被灵霄给杀了 他们感觉到了一阵强烈的荒诞的感觉 有些人则想得更多 灵霄击杀赤霄 如果只是挑衅 那么 击杀赤阳圣主 就是绝对意义上的宣战了 摆明了他完全不把法主 玉兽将军 赤阳联盟放在眼里 他说过 要对这些人进行审判 看起来不是开玩笑 就在这个时候 灵霄冲法主勾了勾手 老狗 叫得再响 不如直接动手 婆婆妈妈干什么 你看人家赤阳圣主多直接 直接过来送死了 还干脆 说这番话的时候 灵霄笑得非常狂妄 好 好 很好 老夫还从未见过 如此狂妄自大的少年 既然你想死 老夫便成全你 你的身上 无非是有什么傀儡之类的东西 区区傀儡老夫 还不放在眼里 法主彻底动怒了 不管今天有什么意外 不管今天灵霄会做出什么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 他不可能后退 不可能退让 玉兽将军 杀了赤火 清廉和赵风云 我知道你能办到 说完话 法主腾空而起 一股恐怖的气息 铺天盖地般释放 同样是神体静一重修为 但是这位法主的实力 明显比赤阳圣主和玉兽将军 要强大很多 应该是神体静一重里面的王者 赤阳联盟的人 看到法主出手 都松了口气 在他们眼里 法主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最起码在三千圣城 是无人能敌的 只要他出手 不管灵霄有多厉害 今天就必须得死 被法主的气息压制 灵霄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好似天塌下来一般 感觉很不舒服 哼 看到灵霄的样子 法主轻蔑地一笑 所有三千圣城的舞者听令 诛杀战魂盟舞者 将他们杀光杀尽 一个不留 老夫要捍卫三千圣城的规矩 要捍卫黄金城的威严 半空之中 法主朗声道 到了这个时候了 这老东西 还是满嘴的大道理 尼玛颠倒黑白 倒是真有一手 灵霄骂道 老狗 你还配讲规矩 从戒律圣城包庇赤霄那天起 规矩就与你们没有关系了 赤霄在战斗中连续违规 你们都装瞎子 现在倒是讲规矩了 你错了 实力就是规矩 老夫比你强 比所有人强 所以 违背老夫的 都该杀 法主冷冷言道 卧槽 你倒是光棍啊 一点也不掩饰了 灵霄笑道 早这样不就行了吗 说到底 一切还是要看实力 如果你能杀了我 我也服气 不过 恐怕你没有那个能力啊 这个时候 说再多的道理 都无济于事 实力才是一切 正因为实力强大 赤阳圣城 才可以胡作非为 世上哪里有什么绝对的公平 如果没有灵霄这个奇葩的出现 赤霄所做的一切 都会被认为是正常 认为他应该被包庇 认为他与自己不同 是凌驾于律法之上的 这一旦形成了常态 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所以 要破坏旧的规则 不是去改进就行 必须得把捍卫旧规矩的人给击败 彻底击败 而法主就是这么一个人 如果将他杀了 那么 三千圣城 就能建立起新的秩序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四千四百五十八章 战法主 作者 千里牧尘 恐怖的杀意 在天空中蔓延 好像雾霾一般 瞬间就遍布整个天空 疯狂地宣泄出来 可见法主有多么愤怒 多少年了 三千圣城 从来都没有 胆胆反抗自己的存在 灵霄 很好 但这种人越是优秀 对自己的统治 就越是危险 为了以后三千圣城的和谐 他必须地干掉灵霄 绝对不能给灵霄 任何发展壮大的机会 等他壮大了 自己就没得活络 感受到法主那恐怖的气息 战魂蒙的人都在替灵霄担心 经历了考验的他们 都是坚定地支持灵霄之人 绝对不愿意看到灵霄被击败 一些中立武者也是感叹 灵霄虽然能够杀了赤阳圣主 但法主可跟赤阳圣主 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啊 惹恼了他 恐怕是真得没有什么活路了 然而面对法主 灵霄只是冷冷一笑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他身体里释放 随后 一个巨大的身体 包裹了他的全身 巨魔之体 他的身体周围 有一团虚印 仿佛巨魔一般 这是因为 灵霄借助了巨魔王的力量 霸天武魂 包罗万象 只要是进入霸天宇宙的力量 灵霄其实就可以借用 如果派出巨魔王来战斗 恐怕真不是法主的对手 毕竟巨魔王靠的肉身 战斗技巧 实在太过单纯 杀赤阳圣主还行 但杀法主 难度实在太大 借用这种力量则不同 灵霄可以依旧用自己的武技 用自己的战斗方式 巨魔王的力量 会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曾经 在天魔鬼域的时候 他就利用天魔昙花 而进入了神体境 那种感觉 现在还十分清晰 所以 神体境的力量 他完全不需要使用 拿来 就可以用的 发现了灵霄的诡异变化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什么情况 感觉他的气息 瞬间提升了很多啊 都快能够 跟法主抗衡了 这小子还真是有些手段啊 怪不得他完全不把法主 放在眼里 法主也皱了皱眉 他本以为 灵霄会派出傀儡之类的东西 与他战斗 那样的话 他就可以攻击灵霄的本体 他这样的手段 多得是 可没想到 灵霄竟然可以这样 借用别的神体 进武者的力量 换了别人 都是办不到的啊 这已经超出了 所有人的知识范围 连法主也不能理解 那么惊讶干什么 灵霄轻蔑地笑道 你不是说了 要杀我吗 那就来吧 我倒要看看你这条老狗 能不能把我怎么样 其实 如果你不招惹我的话 你这条老狗 还能够安安稳稳地 做你的法主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 惹到我的身上 既然你招惹了我 就要承受巨大的代价 灵霄淡然地飞了起来 以他现在这个状态 最单之境的武者 都能被他一击秒杀 更不要说那些 单之级禁武者了 法主的脸色很难看 但是 他感觉到 即使发生了这种变故 灵霄的实力 依旧是不可能比他强的 只因为灵霄实力提升上来了 但武技却没有 他并不知道 灵霄是会神通武技的 神通武技 是会随着实力的提升而提升 此时 玉兽将军和赤火老祖之间的战斗 也已经开始了 赤阳联盟和战魂盟时间的厮杀 同样开始 这注定是改变三千圣城的一天 灵霄和法主 都没有去看下面 他们专注于对手 同等级别的强者 可不敢分心他用 一旦分心 就有可能会被别人偷袭 灵霄 你破坏三千圣城的和弦 你无视法主 和玉兽将军 以下犯上 罪该万死 我代表戒律圣城 给予你惩罚 杀 真得是拉大旗 扯虎皮 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 法主还要给灵霄罗之罪名 估计以往就是这么坑别人的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话音落下 法主突然出手 那恐怖的气息 甚至让正在战斗的众人停了下来 不是他们不想打 实在是这股气息太可怕了 他们倒是想继续 结果连真元都无法自由操控了 天地震动 风云变色 灵霄死死地盯着对方 聚魔肢体下包裹的无极天署兽魂 变身释放恶魔般的力量 杀 同样强大的气息 同样强大的气势 同样强大的攻击 同样迅捷的速度 疯狂撞击在一起 那一刻 天空都好像被撕碎了一般 空间中出现诡异的图像 仿佛是别的未免 灵霄倒退了百米之远 而法主仅仅退了十几米 差距还是有的 但有一战之力 两人碰撞造成的冲击波 宛若狂风一般 将地面上的舞者都吹飞了起来 实在没办法继续了 大家干脆默契地停下了战斗 等待灵霄和法主一战的结果 第一次的交手 灵霄吃了点亏 但并未受伤 这让所有人都无比震惊 先是杀了赤阳圣主 现在又跟法主斗的旗鼓相当 这也太变态了吧 要是当初在黄金战中 使用这种力量 还有赤霄什么事 人们顿时对灵霄更为钦佩了 他明明有更强大的力量 却因为这股力量 不属于本身的力量而不用 相反 赤霄却动用罪恶之水 和蛟龙之心 现在想想 真得是可笑 你不是老夫的对手 现在收手 还来得及 只要你肯拜老夫为师 我便可以将戒律圣城交给你 第一次交手 就让法主改变了主意 因为他发现 即便是有一定的优势 自己也不可能杀死灵霄 这小子速度太快 防御太强 如果杀不了 必然会成为后患 倒不如拉拢过来 当然 他也不是真心拉拢 等灵霄归顺之后 他自然会想个办法 将他干掉的 灵霄狂笑 老狗 你是老糊涂了吗 我拜你为师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另外 你说 你比我强 我可以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是真正的强大 霸天武魂 因为释放的巨魔之体 完全可以掩饰 霸天武魂的气息 所以 即便是在万众瞩目的场合下 他也无所谓的 随着霸天武魂的释放 灵霄的眼睛 完全成为深邃的黑色 就仿佛苍茫的宇宙一般 他的全身 也释放出一个远古洪荒的气息 霸天武魂 并未外在表现出来 而是融入到了他的身体之中 多来读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4459章 灭玉兽将军 作者 千里牧尘 霸天武魂 融入到了灵霄的身体之中 但恐怖的气息 却依然释放出来 这气息 令法主都打了个寒颤 不对劲 法主心头颤抖 哼 灵霄冷哼一声 一剑直接刺出 东圣神魔剑上 绽放的是宇宙的光芒 酝酿的是宇宙的力量 即便普通的一招 也足以拥有 裂天的效果 躲开 法主惊呼了起来 灵霄突然间变得 无比强大 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原因 而且灵霄的目光 不再单纯是他 还后身后赤阳联盟的人 灵霄的野心可不小 他当初加入三千圣城 就绝对不是要进入黄金城 或者说 不完全是 他的真正目的 就是一桶黄金天玉 而要占据黄金天玉 首先就必须地拿下三千圣城 幸好戒律圣城自己作死 给了他机会 他怎么可能不抓住呢 轰隆 剑光化作宇宙之光 坠落进人群之中 惨叫声响起了一片 赤阳联盟 没来得及避开的武者 全部被杀 足足有上千人之多 地面之上 更是出现了深深的裂痕 看起来极为诡异 恐怖 这才是他的真正力量吗 人们惊恐地看着 那害人的破坏力 吓得浑身颤抖 若那一剑他们未曾躲开 估计现在也跟死亡的那些人一样 成为肉匠了吧 大家联手 弄死他 法主有感觉 自己已经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 杀死现在的灵霄了 别说杀死 在这家伙面前 能保住命都属于万幸 灵霄轻蔑地看着法主 老狗 你害怕了吗 我也有一句话要说 现在投靠战魂盟 加入战魂盟的人 可以免去一死 他又不是什么杀人狂魔 震慑一下足够了 更何况 大部分赤羊联盟的人 都是小人物 他们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 灵霄现在要杀的 是守恶 法主 玉兽将军 罪恶圣主 神剑圣主 玉兽圣主 另外 还有企图借助灭水丹 害他的赤猿 赤海 猿魔 杀 灵霄手中剑再度挥舞 九头巨兽破空而去 速度极快 目标是玉兽将军 玉兽将军比起法主 要弱一些 要杀 自然先杀他 法主比较麻烦 可以慢慢料理 总之 不能让这两人联手 如果他们联手的话 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轰隆隆 天崩地裂的声音 响彻天际 玉兽将军 猛然看向了 救头恐怖的巨兽 心头狠狠地站立了一下 他根本没想到 灵霄会突然舍弃法主来攻击他 而此时 法主也已经避开了 可怜的他 只能独自一人 面对这恐怖的攻击 他是怎么也没可能避开了 唯一能做的 就是抵挡 给我灭 怒吼声中 玉兽将军别后 浮现出一头巨大的章鱼 原来这就是他的武魂 虽然丑陋 但却很有用处 密集的触手伸展出来 撞向了灵霄的攻击 无论如何 都要挡住啊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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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的轰鸣声 一阵接着一阵 要不说这玉兽将军 是有点本事的 触手拦住了所有九道剑光 然而 灵霄的脸色依然冰冷 因为 他真正杀人的招式 并不是这一招 破虚直 直接穿梭虚空 后发先至 瞬间变到了 玉兽将军的身前 刺向玉兽将军的丹田 灵霄是想要杀了 玉兽将军的 当然不会攻击别的位置 虽然神体 镜无准没了内丹 然而丹田依然是要害 什么 玉兽将军的表情 在一瞬恶然 完全僵硬 他知道 自己再也挡不住了 吃 破虚直 洞穿了玉兽将军的身体 在他的丹田上 穿了一个孔 不 玉兽将军 发出了这一声 最后的吼声 他是玉兽将军 他是神体进强者 他是黄金城的高手啊 他怎么能死在一个 矛头小子手中 然而再不甘心 也没有用 丹田洞穿 虽然神体进强者 不会像神丹进武者那样 当即死掉 可是生命力 也会疯狂流逝 除非及时接受治疗 否则根本就是死定了 看着玉兽将军的尸体 倒在了地上 所有人都吞了一口口水 人们的震撼 已经达到了极致 灵霄之前 杀死赤阳圣主 又与法主 斗个旗鼓相当 现在 竟然连玉兽将军也给杀了 三个神体进强者 居然死了两个 赤阳联盟的优势荡然无存 难怪 难怪灵霄敢得罪赤阳联盟 敢得罪法主 他根本就不怕呀 去死 就在灵霄击杀玉兽将军的一瞬 法主动了 方才他以为 灵霄要攻击他 所以才选择了躲避 但看到玉兽将军被杀之后 又恐惧 又后悔 如果他和玉兽将军联手 一定可以干翻灵霄的 但现在 麻烦了 所以 他必修得 趁着灵霄攻击 玉兽将军之后的一段时间 发动偷袭 强劲的掌力 拍向了灵霄 感觉这一掌 要是拍在了实处 就算是灵霄 也得被直接拍出肠子来 灵霄的身体退后 然而 法主分明是认定了 要将他弄死 手臂突然伸长 灵霄竟然闭不开 哄 这一掌 终于落到了实处 然而 法主的脸上 却没有丝毫的笑容 因为他的手 被灵霄扣住了 灵霄的眼中 闪过一抹讥讽之色 你以为我真躲不开吗 逗你完呢 放开 法主登时 内心慌乱起来 他能感受到 灵霄的手爪 宛若妖魔一般 力气极大 而且丰锐无比 想要挣脱 根本挣脱不能 留下一条手臂吧 灵霄冷笑一声 手上用力 吃了 法主的右臂 生生被撕扯了下来 半空中传来 法主歇斯底里的惨叫声 下面的人都惊呆了 这一幕 让他们觉得 是那么的不真实 以往 只有法主这样对付别人 从未有过别人这么对付法主 滚开 法主怒吼一声 虽然没了右手 但是左臂却还存在 娜娜之左手呈现出拳撞 狠狠砸向了灵霄的脑袋 灵霄断他一臂 他要砸烂了灵霄的脑袋 轰隆 灵霄冷笑一声 挥拳抵挡 神魔之拳完全爆发 将法主的全境轻易撕裂 撤 法主意识到不妙 身形一闪 就准备想要离开 然而此时他才发现 自己的身体无法动弹了 灵霄背后释放出九颗舌头 死死咬住了他 放开我 法主疯狂而恐惧地怒吼了一声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4460章 大开杀箭 作者 千里牧尘 法主倾尽全力 企图脱离灵霄的控制 却挣脱不得 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简直无法接受 法主竟然被灵霄完全压制 这是要虐啊 啊 又一声淒厉的惨叫声响起 法主另外的一条胳膊 也被生生撕裂 鲜血在空中绽放 所有人惊恐不已 不过借着手臂断裂 法主总算是摆脱了危机 疯了一般逃命去了 然而他还没有逃远 恐怖的气息再度袭来 漫天之中 全速杀之气 杀 灵霄既然已经做出了与法主为敌的想法 那就不可能放法主离开 一道恐怖的剑芒 自天空炸裂 法主慌乱中躲进人群里 随手抓起一名舞者扔了过去 那名舞者在天空中被四分五裂 看着这惊人的一幕 法主一颗心颤抖不已 灵霄本身战斗技巧就强大无比 即便是天丹静圆满的程度下 就能够越级挑战 如今掌握了如此恐怖的力量 和巨魔王的力量融为一体 再加上霸天武魂 发挥出的力量简直令人折舌 法主拼命逃窜 不用回头 就知道灵霄已经追来 堂堂的他 居然向着丧家之犬 太郁闷了 都服用罪恶之水 他大吼了一声 不然我死 你们也活不了 想清楚了 法主现在真是急了 因为如果再没有人帮助他 他恐怕真的会被灵霄杀死 丢人不要紧 可要是连性命都丢了 那就真得是全完蛋了 罪恶圣主 第一个服下罪恶之水 十二律主剩下的十一位 全都服下了罪恶之水 他们本就是遂丹之境强者 服下罪恶之水后 实力大幅度上涨 尤其遂丹之境九重的罪恶圣主 第一律主 第二律主 其实力已经无限接近于神体境 杀 刚刚喝下罪恶之水 准备联手的众人 突然间听到一声吼道 灵霄又来了 残血 恐怖的残血溅气 几乎将天空都撕裂开了一道鸿沟 快 一起低档 法主怒吼了起来 同时运转真元 发出了强力一击 没办法 这恐怖的残血 将他们全部都笼罩在了其中 躲都躲不开 一群人疯狂地催动真元 释放罪恶之水的力量 无数道黑光 迎向了残血 吃 吃 然而那一道剑光 太过恐怖 在霸天武魂的加持之下 粉碎了无数道的攻击 无法抵挡 好几个人被包裹进了剑光之中 身体被直接绞杀成碎片 或许临死之前 他还后悔自己 为什么要与灵霄为敌吧 如果知道 灵霄是这么恐怖的一个人 干嘛要淌这趟浑水啊 所有人的攻击之中 唯有罚主的攻击 最为奏效 直接打散了一部分残血 把他自己的小命保住了 不要 一名绿主 惊恐地发出了惨叫声 即便是已经散开的残血 一旦带走了他的性命 整个人都成了血物 不管他是什么修为的武者 都不可能活了 就这样 残血的威力 仍旧没有完全消散 连灵霄都感觉到恐怖 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真正拥有这样的力量啊 借助巨魔王的力量 终究不是自己的 有诸多的条件要求 如果自己的力量 哪一天能增加到这种程度 就牛逼了 他看了一眼第一律主 这个疯狂的老人 已经被罪恶之水 完全控制了 如同邪魔一样 既然你这么痛苦 我就先送你归西吧 灵霄记得很清楚 法主不在的时候 就是这第一律主 与赤阳圣主勾结 设下许多阴谋 一瞬间 他就到了第一律主身前 没有用剑 而是双拳轰出 神魔之拳 在近距离所爆发出的破坏力 相当恐怖 第一律主 吓得急忙酝酿气息 双掌轰出 身前出现一个 真元凝聚的巨大掌印 哄 神魔之拳 与掌印撞击 那掌印印生碎裂 而神魔之拳 则带着恐怖的威力 轰在了第一律主的胸腔之上 第一律主没有任何反应 身体印生爆裂 就在第一律主被杀的同时 第二律主和第三律主的拳头 落在了灵霄的身上 不知道他们是想救第一律主 还是想要趁着这个机会 杀了灵霄 总指他们的这个机会 抓得不错 只可惜 灵霄的身体 只是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而后释放出恐怖的寒气 两人察觉到自己的身体被凝结的时候 再想逃走 已经来不及了 糟了 两人意识模糊的那一刻 就知道 自己算是完蛋了 聂霄 法主的攻击 此时也已经到了 他的双臂 已经恢复如初 他知道 自己是必须得救下这两人的 不然他的人一个个被杀 最后死的 肯定还是他的 然而灵霄连看都没看 直接一箭刺出 彪悍的剑光阻挡了法主来救援的步子 第二绿主和第三绿主 在这个间隙被直接轰成了碎片 死了 都死了 眨眼间 这些强大武者都被杀了 在灵霄的手下 他们简直就跟小屁孩一般 完全抵挡不住攻势 这尼玛不是阿猫阿狗啊 这可是遂丹之境强者 更有神体境强者 灵霄在杀了两位绿主之后 又朝着罪恶圣主杀了过去 他本来就厌恶罪恶圣城 而现在罪恶圣主 竟然不惜吞服罪恶之水 也要对付他 留着这样的人 干什么 此时罪恶圣主距离灵霄是比较远的 而且还在朝着远处逃 这家伙已经被吓破了胆子 灵霄轻蔑地笑了笑 没有追 而是取出了弓箭 一箭射去 在霸天武魂之下 箭之如同流星一般在天空划过 带着毁灭一切的气息 恐怖至极 啊 惊恐的惨叫声从远处传来 人们眼睁睁看着罪恶圣主 在灵霄的箭尸之下丧命 身体都暴散了开来 死了 罪恶圣主也死了 灵霄的杀戮并未停止 与他为敌的人 想杀他的人 都得死 他马上要离开三千圣城 必须得给战魂盟 留下一个朗朗乾坤 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杀杀杀 律主们一个个惨死 杀杀杀 戒律圣城的人 他几乎一个也不放过 够了 法主吼了起来 这是多年的心血啊 居然就这样完了 你说够了就够了 我凭什么听你的 灵霄不屑地看了法主一样 他给过赤阳联盟的人机会 让他们脱离 既然他们不肯 那被杀了 也不要有怨言 本章完 那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 那是什么呢 我来说 你这些人不肯 会不会来 你这些人不肯 我来说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